荷玛史诗伊利亚特 作者 古希腊 荷玛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分享第十八卷下半部分的内容 赫克托尔这样说 特洛亚人齐声欢呼 愚蠢啊 帕拉斯雅典娜使他们失去了理智 人们对赫克托尔的不高明的意见大家称赞 却没人赞成波里达玛斯的周全主义 特洛亚人全军吃晚饭 阿卡奥斯人却整夜为帕特洛克洛斯哀悼哭泣 他们中间佩留斯之子率先痛哭 把习惯于杀人的双手放在同伴胸前 发出声声长叹 有如美然猛诗 猎路人在丛林中偷走了他的幼崽 带他回来为时已晚 长须不止 他在山谷间攀缘 寻觅猎人的踪迹 心怀强烈的怒火 一心要找到恶敌 阿基留斯也这样悲叹 对米尔弥东人说 天哪 我那一天白白说了一番话 在英雄莫洛提奥斯家中努力劝慰他 答应把他的儿子荣耀地送回奥波埃斯 摧毁伊利昂 再回他应得的战利品 但宙斯不让人们的愿望全都实现 我们两人注定要用自己的血染红特洛亚这片土地 我不会再返回家园 车站的佩洛斯老妇和母亲特提斯 不可能在家中迎接我 这块土地将把我埋葬 帕特洛克洛斯啊 既然我在你之后入土 我便要把以杀死你为荣的赫托尔的铠甲和头奴 送来这里 再给你礼葬 我还要在你的火葬堆前 砍杀十二个显贵的特洛亚青年 为你报仇宵怨 现在你暂且躺在我的翘尾船前 腰带低数的特洛亚的和达尔达尼亚的妇女们 将不分白天黑夜的围着你 替泪连连的哭泣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和长枪 摧毁世间无数富饶的城市 把他们录来这里 尊贵的阿基留斯这样说 吩咐同伴们迅速在火堆上架起一口 巨大的三脚顶 把帕特罗克洛斯身上的血污尽快洗净 同伴们立即把沐浴三脚顶加上忘火 向顶里注满凉水 向顶下添足柴星 火焰把顶度围爆 凉水渐渐变暖和 带到热水在闪光的铜顶里沸腾起来 他们便把尸体洗净 抹上橄榄油 再给各处伤口 填上九年成膏 然后把尸体抬上病床 从头到脚 盖上柔软的麻布 再盖上光洁的罩单 米尔弥东人 围着杰族的阿基留斯 整夜为帕特罗克洛斯 哀悼哭泣 宙斯对自己的姊妹 一妻子赫拉这样说 这次你又成功了 牛眼睛的天后赫拉 激发起杰族的阿基留斯的战斗热忱 似乎长发的埃卡奥斯人 是你的亲身 牛眼睛的天后赫拉 随即这样回答说 可怕的克罗诺斯之子 你竟这样说话 一个凡人 也会帮助自己的朋友 尽管他有死 不具备我们这样的智慧 然而 我这样一个神明中 最尊贵的女神 尊贵来自两方面 既由于出生 也由于是你的配偶 你统治所有不死的神明 我却不能让仇敌特洛亚人 遭受不幸 这里两位神明正在这样谈论 营族的特提斯 来到赫菲斯托斯的宫阙 那座宫阙星光闪烁 永不回朽 众神宫中最出色 伯族神用青铜建成 女神看见他 大汉玲玲 在风箱边忙碌 正在精心制造 二十张一套三角顶 沿着他那个精美大厅的墙壁安放 他给每条腿 安装一个黄金的转轮 使他们在神明们集会时 能自动移过去 又能自动移回来 让众神精益赞赏 这些工作已经完成 只带在装上精致的把手 已准备就绪 正在矛链 他正记忆高超地 进行着这项工作 营族女神特提斯 来到他的宫前 这位伯族神的妻子 戴着闪亮头巾的 美丽的卡里斯 看见他 立即走出屋来 卡里斯拉住他的手 尊称姓名 这样说 穿长袍的特提斯 无限尊敬的客人 今天怎么驾临我们家 你可是希克 请进屋来吧 让我有幸招待你一番 他这样说 一面引领特提斯进屋 请女神在一张室友 银钉的制作精美 下方配有一条 割脚凳的宽椅上就座 然后对记忆精湛的 赫菲斯托斯这样说 赫菲斯托斯 你过来 特提斯找你有事情 著名的伯族神 这时这样大声回答说 我所敬重尊敬的女神 来到我们家 当年狠心的母亲 想掩盖我是瘸腿 把我从天上推下 让我遭受大难 是她挽救了我 若不是欧绿诺墨 就是绕地长河的女儿 欧绿诺墨 和特提斯抱住我 我本会遭受许多苦难 九年间 我给他们制作同质事物 各种钮扣 螺旋形卡针 手镯和项链 住在宽敞的洞府 长河泛着泡沫 没有尽头地喧闹着流淌 其他神明或有死的凡人 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除了挽救了我的特提斯 和欧绿诺墨 现在美发的特提斯 来到我们的家 他当年的救命之恩 我要好好报答 你摆上各种美食 先把它好好招待 我收拾好风箱和各种工具 立即就来 赫菲斯托斯怪物似的 浑身冒着火星 从针座上站起来 迅速挪动 驳瘸的细腿 他把风箱移开火炉 把各种应用的工具 细心地收起 放进一只银香笼 再用海绵 仔细地擦进脸面 双手和他那强健的紧帛 以及毛茸茸的胸口 穿上短衫 捡起一根结实的手杖 瘸拐着走出断工厂 黄金制作的侍女们 迅速跑向主人 少女般栩栩如生 那些黄金侍女 胸中有智慧 会说话 不朽的神明 教会他们干各种事情 他们搀扶着主人 赫菲斯托斯走过来 在特提斯身边的一张 光滑座椅上 坐下 拉着女神的手 尊称姓名 这样说 穿长袍的特提斯 无限尊敬的女神 今天怎么嫁领我们家 你可是希克 请告诉我 你有什么事情 我一定尽力 只要我能办到 只要事情能办成 特提斯这时含着眼泪 回答他这样说 赫菲斯托斯 奥林波斯珠女神中 有哪一个曾经忍受过 克罗诺斯之子 宙斯 让我遭受的 那么多巨大的不幸 在海中的女神中 他唯独把我 嫁给一个凡人 埃阿科斯之子 佩琉斯 不得不和他生活 现在 他已老朽 躺在家中 我还得忍受 其他的不幸 他让我生育了一个儿子 注定成为 英雄中的豪杰 他像幼苗一样成长 我精心抚育他 有如培育园中的幼树 然后让他乘坐 翘尾船 前往伊利昂 同特洛亚人作战 从此 我便不可能再见他 反归回到 可爱的佩琉斯的宫阙 尽管他现在还活着 看见蓄力的阳光 却总在受苦 我去到他身边 也难相助 阿卡奥斯人 把一个女子做奖品 送给他 阿加门农王 从他手里 抢走了那女子 他为失去那女子 伤心的几乎发狂 特洛亚人 把阿卡奥斯人 赶回到船舶前 把他们围禁迎债 阿尔戈斯长老们 曾去恳求阿基留斯 许诺丰厚的礼品 他拒绝帮助 阿尔戈斯人 摆脱困境 但让帕特洛克洛斯 穿上他的铠甲 分给他一支不小的部队 派他去作战 他们在斯卡埃城门前 激战整整一天 本可以当即占领城市 若不是阿波罗 在勇敢的帕特洛克洛斯 制造了无数灾难后 把他杀死在镇前 赐给赫格托尔荣誉 我现在投到你的膝前 求你给我那 即将死去的儿子 制作一面盾牌 一顶头盔 戴怀寇的精致护镜 和胸甲 他原有的那一副 在他的忠实朋友被杀后 被特洛亚人夺去 他正痛苦地躺在地上 著名的博族神 立即回答女神这样说 请你放心 用不着为这件事情悠烦 但愿我能在他命中注定的时刻 来临时 也能轻易地使他 摆脱可怕的死亡 就像我很容易 为他锻造精美的铠甲 令世间凡人见到他们 赞叹不已 赫格托尔荣誉 说完离开他 来到风箱前 把风箱安向火炉 使他们重新工作 二十只风箱 一起对着容腕吹动 给颤颤的火舌 吹出不同力量的清风 赫格托尔荣誉 急切工作时 风力强劲 想结束工作时 吹出的又是另一样锋利 他把一块坚硬的铜和锡 扔进火里 又扔进去令人珍惜的黄金和白银 然后把巨大的砧板 牢牢牢安上基座 一只手抓起重锤 一只手抓起大钱 他首先锻造一面巨大坚固的盾牌 盾面布满修饰 四周镶上三道闪光的边圈 再装上银色的肩带 盾面一共有五层 用无比高超的匠心 在上面做出许多精美的点缀装饰 他在顿面绘制了大地 天空和大海 不知疲倦的太阳 和一轮望月满园 以及繁密的布满天空的各种星座 有卯星座 碧绣星座 猎户星座 以及绰号称为北斗的大雄星座 他以自我为中心运转 遥望猎户座 只有他不和其他星座 为沐浴去成河 他又坐上两座美丽的人间城市 一座城市里 正在举行婚礼和饮宴 人们在火炬的闪光照耀下 正把新娘们从闺房送到街星 唱起响亮的婚歌 青年们欢乐地旋转舞蹈 长笛竖琴 奏起美妙的乐曲 在人群中间回荡 妇女们站在各自的门前 惊奇地观赏 另有许多公民聚集在城市广场 那里发生了争端 两个人为一起命案 争执赔偿 一方要求全部补赔 向大家诉说 另一方拒绝一切抵偿 双方同意把真挚 交由公判人裁断 他们的支持者大声呐喊 各拥护一方 传令官务力使宣华的人们保持安静 长老们围成圣缘 坐在光滑的石凳上 手握嗓音红亮的传令官递给的全账 双方向他们诉说 他们依次做决断 厂子中央摆着整整两塔蓝铜 黄金 他们谁解释法律最公正 黄金就讲给他 另一座城市 正受到两支军队禁袭 武器光芒闪耀 但意见还不统一 是把美丽的城市彻底摧毁 还是把城市拥有的全部财富 均分为两半 军民们不愿投降 武装好准备偷袭 城市交由他们的亲爱的妻儿守卫 人们登上城墙 其中有不少是老年 他们自己偷偷出城 帕拉斯、雅典娜和阿瑞斯带领他们 两位神用黄金制成 身穿精衣 武装齐全 美丽而睽违 真神般突出在各儿较小的将士门中间 他们来到一处最适宜设服的地方 人们通常供牛饮水的一处河岸 他们坐在岸边等候 同装闪亮 派两个哨兵蹲在前方远离部队 观察有没有人敢来羊群和弯脚牛 很快有两个牧人赶着畜群出现 吹着笛子消遣 没想到会有危险 埋伏的人们带他们走近后迅速出击 将他们围住 抢夺牛群和绒毛光洁的上等肥羊 把两个牧人一起杀死 坐在广场前面的工程军队 听见从牧放牛群的方向 传来混杂的喧嚷 立即跨马 相继奔向出事的地方 双方迅速在河岸镜旁摆开正式 展开激战 不断护制青铜的头枪 争吵和恐怖跃扬于战场 要命的死神 抓住一个伤者 又抓住一个未伤的人 再抓住一个死人的双脚 拖出战阵 人类的鲜血染红了他肩头的衣衫 他们像凡人一样 在那里冲撞 扑杀 把被杀倒下死去的人的尸体 互相拖拉 他又附上柔软肥美的宽阔耕地 再做第三次耕耘 许多农人在地里赶着耕牛 不断来回往返的耕地 当他们转过身来 耕到地的一头 立即有人迎上去 把一杯甜蜜的美酒 递到他的手里 他们调转身去 继续耕耘 希望再次到达尽头 黄金的泥土 在龙人身后有黑一片 恰似新翻的耕地 技巧令人惊异 他又在顿面附上一块王家田地 割麦人手握锋利的镰刀 正在收割 割下的麦杆 有的一树树躺倒地上 有的被捆麦人 用草绳迅速一树树捆起 那里站着三个捆麦人 男孩们不断从他们后面 抱起麦杆送给他们 国王也在他们中间 手握权杖 站在地里 默默地喜悦充满心头 远处橡树下 侍从们正在准备午饭 他们正在烤制一头 刚刚宰杀的肥牛 妇女们把洁白的面粉 撒向割麦人的参摇 他又附上一片藤叶繁茂的葡萄园 用黄金雕钻 串串葡萄 呈现深岸 用银子做成根根整齐排列的棚柱 四周灰暗的护沟 围圈着西柱栏杆 只有一条曲折的小径通进园里 说获季节 人们沿着它把葡萄采集 无忧无虑的少男少女们 心情欢畅 金边的篮筐提着累累甜美的硕果 有个男孩走在他们中间 响亮的把竖琴弹奏 一面用柔和的嗓音唱着优美的 利洛斯歌 大家欢快的跟着他 合着那节奏舞蹈 躲踏整齐的脚步 他又在顿面坐上一群 肥壮的直角牛 一些牛用黄金做成 一些牛用的是锡 牛群摸叫着 用出牛篮 奔向草场 在水生缠缠的溪流边 鲜干摇曳的尾地 四个黄金雕制的牧人 守护着牛群 九条奔跑敏捷的猎狗 跟随着他们 两头凶猛的狮子 从前侧吸金牛群 逮住一头公牛拖走 任凭牛狂谋 猎狗和年轻猎人追过去 挽救那头牛 两头狮子一起 疯狂地撕开牛腹 贪婪地吞噬 牛的暗红色鲜血和内脏 年轻的牧人催促猎狗 追击猛狮 但那些猎狗不敢上前 与狮子私斗 他们跑上前吠叫 又立即恐惧地跑回 著名的博族神 又坐上了一个大牧场 在优美的山谷间 牧放着一群白绵羊 还见有多处触栏 草舍和带顶的棚圈 著名的博族神 又塑造了一个跳舞场 就像戴达洛斯 在宽阔的克诺索斯城 昔日为美发的阿里阿德捏 建造的那样 许多青年和令人动心的姑娘 在场上互相手挽手 欢快地跳着美丽的圆舞 姑娘们穿着轻柔的麻纱 青年们穿着精心纺织的短卦 微微闪耀着油亮 姑娘们头戴美丽的花冠 青年们腰胯金光闪颤的配件 细在银色的腰带上 青年们舞蹈着 或是踏着熟练的脚步 轻快地绕圈 有如一个坐着的陶工 用手把轮子试推 能不能自如转动 或是重又散开 互相站成一行行 人们层层叠叠 围观美妙的舞蹈 一位歌手 合着竖琴神妙的歌唱 两个幽灵从舞蹈者中 走到场中央 合着音乐的节拍 不停地迅速腾翻 最后 他顺着精心制作的 盾牌周炎 附上了伟大的 奥克阿诺斯的巨大威力 赫菲斯托斯 造完又大又坚固的盾牌 又为阿基留斯造出 比火光还闪亮的胸甲 再给他造出 与头形相适合的 坚固头盔 美丽精巧 盔棘用光闪闪的黄金制成 最后 用坚韧的锡 给他制作了一副静甲 著名的博足绳 就这样 把他们锻造完成 急拢起来 送到阿基留斯的母亲面前 特提斯 如鹰般迅速飞离 多雪的奥林波斯 带上赫菲斯托斯 新锻造的闪亮的铠甲 好 河马史诗伊利亚特 第十八卷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河马史诗伊利亚特 作者 古希腊 河马 第十九卷 阿基留斯与阿加门农 和解誓愿 橘黄色的黎明 从环帝长河的涌流中 升起 把自己的光明 送给所有的天神 和凡人 特提斯带着神明的礼物 来到传播前 他看见亲爱的儿子 搂着帕特罗克洛斯 大声哀嚎 他的许多同伴围着他 一起同声悲泄 女神走近他们 拉住儿子的手 呼唤着 对他这样说 我的儿啊 不管我们如何悲痛 就让他这样躺着吧 他是按神意被杀死 你起来接受 赫菲斯托斯的辉煌铠甲 这样精美的铠甲 从没有被凡人披挂过 女神这样说 把铠甲放到儿子面前 精心锻造的光辉作品 发出巨响 米尔弥东人听了发颤 没有人胆敢注目正视 个个惊恐地向后退缩 阿基留斯一看见他们 怒火又起 眼里冒出凶光 如同爆发的火焰 他拿起神明的辉煌赠品 兴奋观赏 直到把那些辉煌节作 仔细看够 才对母亲说出 有意飞翔的话语 亲爱的母亲啊 这幅铠甲 是神明的作品 也只能由神明制造 凡人造不了他们 我将穿着他们上阵 但我担心 这时苍蝇会来盯顺 穆洛提奥斯的勇敢儿子身上 被铜器砸破得伤残 在那里滋生蛆虫 毁坏他的肌体 使肉腐烂 因为生命已经离开他 银族女神特提斯 这时回答他这样说 孩儿啊 这事你不必放在心上 我会设法驱赶 那些可恶的银群 他们惯号丁顺 战斗中被杀的尸体 帕特罗克洛斯 即使在这里躺上一整年 尸体也不会腐烂 甚至还会变新鲜 你现在去召集 勇敢的阿卡奥斯人开会 消逝对士兵的牧者 阿加蒙农的怨恨 然后立即精神饱满地 披挂上阵 他这样说 把永利灌进儿子的身体 再向帕特罗克洛斯体内 滴进穷江和红色的神叶 使他的尸体不会腐朽 神样的阿基留斯 迅速奔行于海岸 他大声呼叫 召唤勇敢的阿卡奥斯人 甚至那些以前 一直留守船舶 手握舵靶 掌握航行方向的舵工 和那些粮食管理员 分配面包的人都赶来开会 当他们看见阿基留斯重新出现 那么长时间会参加作战 阿瑞斯的两个侍从 提丢斯的坚毅儿子 和神样的奥德修斯 也瘸拐着赶来参加 手中煮着长枪 带着未痊愈的创伤 他们来到会场 分别在前排坐下 最后到来的是 是军队统帅 阿加门农王 他也带着创伤 那时在激烈的混战中 被安特诺尔之子 科昂用铜枪刺中 等到所有的阿开奥斯人 全都到来 杰族的阿基留斯站起来 对他们这样说 阿特柔斯之子 我们为了一个女子 心中激遇了那么深的老人怨气 这无论对你或是对我 有什么好处 愿当初攻破旅尔捏索斯 挑选战利品时 阿尔特弥斯便用剑 把他射死在船边 那样我便不会生怨气 也不会有那么多 阿尔戈斯人 被敌人打倒 用嘴啃泥土 赫格托尔和特洛亚人 从中得到好处 阿开奥斯人 将会把这件事永远牢记 让继承的往事过去吧 即使心中痛苦 对胸中的心灵 我们必须学会抑制 现在 我已把胸中的怒火 坚决消除 不想总把害人的仇怨 永远记心理 让我们赶快召唤 长发的阿开奥斯人 投入战斗 我要亲自迎战 特洛亚人 看他们还想不想 在我们的船舶前速迎 我想 他们定会高兴地跪地庆幸 只要在残酷的战斗中 能躲过我们的投掷 他这样说 精甲精美的阿开奥斯人 欢呼勇敢的佩留斯之子 消除愤怒 士兵的统帅阿江门农 从座位上站起 会走向会场中央 便对他们这样说 亲爱的达纳奥斯战士 阿瑞斯的侍从 当有人站起来发言时 应该听他说话 不要打断他 否则甚至会难住雄辩家 在一片嘲嚷声中 有谁能演说或听讲 即使嗓音洪亮的演说家 也会为难 我现在向佩留斯之子做解释 你们其他的阿尔戈斯人 要认真听讲 好好领悟 阿开奥斯人 常常向我诉说那件事情 一再责备我 但那件事不能为我赴救 是宙斯 摩伊拉 和奔行于黑暗中的 埃里尼斯 他们在那天大会上 给我的思想灌尽了 可怕的迷乱 使我抢夺 阿基留斯的战利品 我能怎么办 神明能实现一切事情 宙斯的长女阿特 能使人们变盲目 是个该诅咒的女神 她不履轻柔 从不沾地面 只在人们的头上行走 使人的心智变模糊 掉进她的网络 甚至宙斯也受过她愚弄 尽管认为 她在所有的神明和凡人中 至高至尊 赫拉一个女性 竟然也把她骗过 就在阿尔克莫捏 在成员坚固的特败 声誉强大无比的 赫拉克勒斯那一天 当时 宙斯对所有的神明 这样自诩 全体男神和女神 请你们注意听我说 倾听我胸中的心灵 要我说的话语 助臣女神 埃勒提埃 今天将要让一个人出世 她来自含有我的血统的伟大种族 将统治周边的毗邻地区 女神赫拉 诡计在胸 对宙斯这样说 你在说谎 你的预言不会实现 奥林波斯神 你现在发个庄严的重视 保证今天从母妇出生 来自血脉里 含有你的血统的伟大种族的那个人 确实会统治周围所有的广大地区 赫拉这样说 宙斯没有看出诡诈 发了个庄严的重视 后来懊悔莫及 这时 赫拉随即离开 奥林波斯顶峰 来到阿开奥斯人居住的阿尔格斯 知道佩尔修斯之子 斯特捏洛斯的高贵妻子 正怀男胎 已经七个月 他让那孩子出世 尽管还未足月 又留住阿勒提哀 让阿尔克莫捏完产 然后 向克努诺斯之子 宙斯报告消息 闪电之神宙斯 我特来向你报告 将统治阿尔格斯人的孩子 已经出世 佩尔修斯之孙 斯特捏洛斯之子 欧绿斯透斯 你的血统 完全适合统治阿尔格斯 赫拉这样说 痛苦习近宙斯的心头 他立即抓住 阿特梳着美发的脑袋 心中充满怒火 发了一个重视 绝不允许 蒙蔽大家心智的阿特 重返奥林波斯 和繁星闪烁的空雨 他这样设事 抬起手 把阿特 从繁星闪颤的空雨抛下 阿特顺及来到人世 宙斯一直愚恨难消 每当他看见爱子 为欧绿斯透斯 去干卑贱的事情 我也这样 每当头盔闪亮的赫格托尔 冲到船舶后烧 杀戮阿尔格斯人 我怎么也忘不了阿特 是他把我蒙蔽 既然我受了蒙骗 被宙斯夺去了心智 我愿意弥补过错 付给你许多礼品 现在你奋起参战吧 也鼓励其他将士 我随时把礼物准备着 高贵的奥德修斯 昨天曾到你的营帐 把他们列数 你现在急于出战 若愿意 可以稍等 我的侍从们 会很快把他们 从船上送来 你会看到 那是些多么舒心的礼物 杰族的阿基留斯 立即回答他这样说 最高贵的阿特罗斯之子 阿加门农 士兵的统帅 把礼物取来 或留在你那里 这全由你决定 现在我们应该考虑 出战的事情 不能在这里空发议论 把时间耽误 伟大的事情还未完成 让大家看见 阿基留斯重新参战 挥舞同枪 无情的杀戮 特洛亚军队 愿你们每个人 也这样勇猛的杀戮敌人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回答他这样说 神样的阿基留斯 不管你如何勇敢 也不能让 为早餐的阿开奥斯人 去伊利昂 同特洛亚人厮杀 因为战斗不可能 短时间结束 当双方的战线 开始接触 神明向交战双方 灌输同样的力量 还是首先 让阿开奥斯人 到快船边用点酒饭 酒饭会给人 勇气和力量 一个人不可能空着肚子 整天不断地 同敌人作战 一直杀到太阳下山 即使他心中 很想顽强地坚持战斗 但他的肢结 会突然疲软 饥饿和焦渴 一同袭来 抬动两腿 会觉得力乏 如果一个人 喝够了酒 吃饱了饭 他便能够 同敌人整天连续厮杀 胸中的心力 勇猛不衰 全身肢结 坚韧不乏 最后一个停止作战 你现在应该解散军队 让他们用餐 至于礼物 让士兵的统帅 阿加门农 把他们放到会场中央 阿尔戈斯人 可一度为快 你也可欢愉 自己的心灵 再让他 站在阿尔戈斯人中间 起个誓 他没有碰过 他的床榻 触动过他 统帅啊 如同男人或女人 常有的那样 阿基流斯 你也要让心灵宽宏大度 最后让他在营帐 摆设盛宴 款待你 从而让你得到 你应该得到的一切 阿特柔斯之子啊 这样会使你今后 待人更公平 同被自己得罪过的人 千言和解 对君王不是屈辱事情 士兵的统帅阿加门农 立即回答说 拉尔特斯之子 你的话使我高兴 你考虑的真周到 分析的也很周全 我也很想启示 心灵召唤我这样做 绝不会对神明出妄言 不过 让阿基流斯在这里 稍作停留 尽管他急于要出战 其他人也在这里稍后 等那些礼物 从营帐取来 让我们立下神圣的誓言 奥德修斯 我把这件事委托给你 你从全军中 挑选一对杰出的青年 把我们昨天 答应给阿基流斯的礼物 从我的船中取来 还有那些女子 让塔尔提比奥斯 在庞大的阿尔戈斯军营里 预备一头公珠 寄献给太阳神和宙斯 杰族的阿基流斯 重又这样回答说 最高贵的阿特柔斯之子 阿加门农 士兵的统帅 你们应该另找时间 做这些事情 待激战后的暂时见息 我胸中的怒火 不像现在这样奋机 宙斯给赫格托尔荣誉 被赫格托尔杀死的同伴们 现在人肢体残损地 躺在平原上 你们竟要解散军队 让大家吃早饭 我却想让阿开奥斯人 忍着饥饿 现在就出迎开战 等到太阳下山 洗尽我们的耻辱后 再好好用餐 在这之前 我绝不会让任何饮料和食物 进我的喉咙 当亲爱的同伴被杀 肢体被锐利的同气伤残 面向迎门 躺在我的膨胀里 悲道的同伴们围着他 我现在心中想的 不是进食和可饮 而是杀戮 流血 和人们的沉重淫碳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回答他这样说 佩留斯之子 阿开奥斯人的杰出战事 你比我强大 枪战技术也远远超过我 但我在判断力方面 也许比你强得多 因为我比你年长 见识也比你多广 因而但愿你能耐心地 听我的规劝 激烈的战斗 会很快使人感到疲乏 青铜武器 如镰刀 使大部分麦干倒地 收获却并不很多 当人类战争的仲裁者 宙斯 终于让天称的杠杆 向一边倾斜 总不能让阿开奥斯人 恶度哀悼死者 每天有那么多人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有哪个人或者什么时候 冷了却悲伤 我们的责任是 藏埋已经丧命的同伴 保持坚强的心灵 对死者致哀一天 凡是从无情的战斗里 活下来的人 都应该认真安排饮食 这样才能以充沛的精力 永不疲倦地同敌人厮杀 实时用坚硬的青铜武器 保自己安全 但愿不会有人等待 第二次召唤 现在就是号召 谁想在船边逗留 谁就会倒霉 让我们一起斗志高昂地 把一场恶战 送给迅马的特洛亚人 他这样说 带领着高贵的 尼斯托尔的猪儿子 费留斯的儿子 莫格斯 托阿斯 莫里奥涅斯 克瑞昂的儿子 吕克莫德斯 和莫拉尼波斯 他们一起前往 阿娇门农的营帐 说明他们的来意 迅速遵从执行 从营帐取出 应允给阿基留斯的 七只三脚顶 二十口闪亮的大锅 十二匹巨马 然后带出七个 无瑕的精工女子 又带出红夹的 布里塞伊斯 作为第八个 奥德修斯 又撑出 史塔兰同黄金返回 其他阿尔戈斯人 提着礼物随后 他们把取来的礼物 放到会场中央 阿将门农站起来 省嗓英的塔尔提比奥斯 手提公珠 站在士兵牧者的身旁 阿特柔斯之子 把灌肠挂在 剑鞘旁的锋利砍刀 抽出来 割下野猪头上 一缕棕毛 举取伤手 向宙斯祷告 所有阿尔戈斯人 都虔诚地 默默如遗 肃然端坐 倾听自己的国王祈祷 阿家门农 仰望辽阔的天空 这样释告 首先 请至高至尊的宙斯 为我作证 再请盖亚 赫利奥斯 和在下界可怕的 惩处伪试者的 阿里尼斯 为我作证 我的这双手 从未碰过 布里塞伊斯 无论是为了迫使他 同床 或其他用意 他在我的营帐里 没受过任何处犯 以上若有虚妄 愿神明对我处以 对其他一切伪试者 同样严厉的惩罚 他这样说 用铜刀割断公猪的喉咙 塔尔提比奥斯 提起公猪 躯体一挥 抛进大海的滔滔深渊 让鱿鱼饱餐 阿基留斯站起来 对上午的阿尔戈斯人说 傅宙斯 你常常让凡人 深深陷入迷雾 否则阿特罗斯之子 绝不会激起 我胸中的心灵 如此愤怒 绝不会横抱地 夺走我的女子 违背我的意愿 显然是宙斯 想要让阿开奥斯人 遭灾殃 现在 大家去用餐 然后一起去作战 他这样说 立即解散了简短集会 战士们纷纷散去 返回自己的船只 兴高至大的 米尔弥东人 收起礼物 把他们送往 神样的阿基留斯的船舶 他们把礼物 搬进营帐 让妇女们留下 高贵的侍从们 把马匹 赶进他们的马厩 黄金的 阿弗罗迪特班的 布里塞伊斯 看见帕特罗克洛斯 被锐利的铜腔 露杀 肢体残损 立即扑过去 放声痛哭 两手抓扯胸脯 紧薄和美丽的面颊 他美丽 如同不朽的女神 边哭边诉 帕特罗克洛斯 不幸的我 最敬爱的人 我当初离开 这座营帐时 你雄健地活着 人命的首领啊 现在我回来 却看见你 躺在这里 不幸一个接一个地 打击我 我曾经看见 父母把我许配的丈夫 浑身血污 被锐利的铜腔 露杀城下 我还曾看见 我那母亲为我生的三个亲爱的兄弟 也都惨遭灾难 当杰族的阿基留斯 杀死我丈夫 摧毁了神样的米涅斯的城邦 你劝我不要悲伤 你说要让我 做神样的阿基留斯的合法妻子 用船把我送往福提亚 在米尔弥东人中 隆重地为我行婚礼 亲爱的 你死了 我要永远为你哭泣 他这样哭诉 其他妇女也一起哭泣 既哭帕特罗克洛斯 也哭自己的不幸 其他的阿卡奥斯首领们 围着阿基留斯 劝他用餐 他叹息着 拒绝大家的请求 我求你们 要是你们愿意听我说 当我正在处于极度悲痛之中 请你们不要劝我 解除肉体的饥渴 我将一直忍耐 直到那太阳膝下 他这样说 一面让各位首领离去 两个阿特柔斯之子留下 还有神样的奥德修斯 尼斯托尔和车站的老弗尼克斯 都极力安慰他的痛苦 但想要安慰他的心灵 只有投进血栈的大口 往事涌上心头 他又痛哭着这样说 不幸的人啊 我的最最亲爱的朋友 以往在帐里 你总是迅速敏捷地 亲自把可口的食物送到我面前 当阿堪奥斯人 准备向迅马的特洛亚人 发起悲惨的攻击时 现在你却肢体残损地躺卧在这里 我的心不思吃喝 尽管这里有食物 只因为悼念你 对我不会有更沉痛的不幸 即使是得知我的父亲 顽固的消息 也许他现在正在佛提亚 伤心地落泪 想念我这个儿子 我为了可怕的海伦 来到遥远的一帮 同特洛亚人作战 或得知我那个 在斯护罗斯养育的儿子 神样的 耶奥普托勒摩斯 可能已不在人世 你可知道 我胸中的心灵本希望 让我独自死在特洛亚 远离木马的阿尔戈斯故土 你安然返回佛提亚 用发黑的快船 把我那个心爱的儿子 从斯护罗斯再回家 把一切向他指点 我的财富 奴仆 和高屋顶的巨大宅邸 至于佩留斯 我想他或者已经故事 或者即使活着 也在艰难地忍受 沉重的老年负担 时时焦虑地等待着 我的不幸消息 得知我已经倒下 他这样哭诉 勾起各个首领们的悲伤 心头涌起 对家中留下的一切的挂链 克罗诺斯之子 心中怜悯他们的悲怆 把有意飞翔的话语 对雅典娜这样说 我的孩儿 你忘记丢弃了你的宠人 还是阿基留斯 不再需要你的关心 他现在独自坐在 自己的翘尾船前 背到自己亲爱的同伴 其他的人都去用餐 他去的那里 不吃不喝 你快钱去 把一些穷姜和甜美的玉叶 灌进他的胸膛 免得他受咳忍饥饿 宙斯这样说 雅典娜心里 早想这样做 他便有如一只 尖叫着的杰飞老鹰 从高高的太空 穿过云气 飞向大地 阿凯奥斯人 在营中整装 雅典娜把穷姜和甜美的玉叶 灌进阿基留斯的胸膛 免得难忍的饥饿 袭尽他的膝头 雅典娜返回万能天赋的巨大宫殿 阿尔戈斯人 也纷纷涌出他们的快船 有如宙斯的寒冷的雪片 被空中出生的 波瑞阿斯驱赶的 纷纷扬扬的飘落 无数的头盔 也这样闪烁着耀眼的光颤 涌出船舶间 还有那无数的突渡盾牌 带铜片的胸甲 和密密麻麻的沉默头枪 武器的光芒照亮了天空 整个大地 在青铜的灰光下欢笑 正想着隆隆脚步 神样的阿基留斯 这时也把自己武装 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 双眸闪亮 有如火光 心中充满难忍的悲痛 怀着对特洛亚人 无比强烈的愤恨 穿起赫菲斯托斯 为他锻造的戎装 他首先把那副精美的静甲 套到静部 用银制钩环 把他们牢牢固定在小腿上 再把带铜片的坚固胸甲 批到胸前 把银钉士饼的铜刃配件 跨到尖头 然后拉起那面 又大又结实的盾牌 盾面如同月亮 闪烁着远世的光辉 有如水手们 在海上看见 熠熠闪光 那火光 来自高山顶上的孤独窝棚 骤起的风暴 强行把那些水手们 挖到鱿鱼丰富的海上 远离自己的青棚 阿基留斯的精美盾牌的闪光 也这样射入太空 他又把那顶 带顶式的尖盔 带到头上 棕毛英式 如明亮的星星 闪烁光芒 周围摇曳着铝铝金丝 赫菲斯托斯 把他们秘密的镶嵌在盔顶 神样的阿基留斯 穿好铠甲试一试 看他们是否合身 四肢活动自如 铠甲却又如双翼 让士兵的牧者腾起 最后他从套中 取出父亲的那杆枪 又重又长又结实 任何阿开奥斯人 都举不起他 只有他能够把他挥动 那支佩利昂成木枪 由克戎从佩利昂山巅取来 送给他父亲 给英雄们送来死亡 奥托莫东和阿尔基摩斯 正在驾马 系上精致的马肚带 把脚铁放进马嘴 再把缰绳向后拉上 精美的战车 这时 奥托莫东紧握精心边城的 光亮马鞭 迅速跳上双元战车 全副武装的阿基留斯 也随即跳上 身上的铠甲闪亮 有如历日光芒 阿基留斯对父亲的圆马 这样严厉地吩咐 克山托斯和巴利奥斯 波达尔格的名产 这次 等我们把账打够 你们可得把遇者 安全再回 达那奥斯人的营账 切不可向上次 把帕特罗克洛斯 死着留下 他听到奔腾结束的战马 从厄下回答 就是克山托斯 那匹马把头低下 长长的棕毛 从厄殿下披散到地面 白臂女神赫拉 赋予她说话的声音 勇敢的阿基留斯 今天我们会把你平安再回 但你命定的期限已经临近 那不是因为我们 是大神和强大的摩伊拉 也不是因为我们动作缓慢和迟钝 特罗亚人拨去了 帕特罗克洛斯的铠甲 是因为美发的勒托之子 那位显贵神 把胜利赐给赫托尔 让他在正前遭屠杀 即使我们奔跑的 像北风一样快捷 据说 世间他最快速 命中注定 你还是要死在一个神 和一个人的手下 埃里尼斯这时打断了 克山托斯的话 劫足的阿基留斯 愤怒地对他这样说 克山托斯 你预言我死 这无需你牵挂 我自己清楚地知道 我注定要死在这里 远离自己的父母 但只要那些特罗亚人 还没有被杀够 我便绝不会停止作战 他说完 再前列大喊 一面驱赶 单体马 好 河马史诗 伊利亚特 第十九卷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河马史诗 伊利亚特 作者 古希腊 河马 第二十卷 奥林波斯众神出战 各驻一方 阿卡奥斯人就这样 在翘尾船前面 佩留斯之子啊 在世战的你周围 武装起来 特洛亚人从那一面 也在平原高处会集 宙斯从峡谷密布的奥林波斯山顶 命令特弥斯去召请众神前来开会 女神到各处把众神招来宙斯的宫廷 除了长河 没有一条河流不道会 也没有一个女神不道会 无论是生活在优美的丛林 河流的源头 或多草的泽地 众神纷纷来到吉云神宙斯的宫殿 坐在光洁的柱廊里 那是赫菲斯托斯用高超的智慧和记忆 为复宙斯建造 众神就这样 全都聚集到宙斯的宫廷 镇地神也听从女神的召唤 从海中前来 坐在镇中央 询问宙斯开会的原因 闪电神 你为什么召集众神来开会 特洛亚人和阿凯奥斯人 即将进行激烈的战斗 是不是关于他们的事情 吉云之神宙斯 回答波塞东这样说 镇地之神 你猜中了 我正是为他们 我的心牵挂着那些 即将遭毁灭的人 我自己将留下 在奥林波斯山谷高座 观赏战斗场面 你们其他神都可以前往 特洛亚人和阿凯奥斯人军中 帮助他们任何一方 凭你们喜欢 即使杰族的佩琉斯之子 独自出战 特洛亚人对阿基琉斯 也难以抵挡 以前他们一见他 便惊慌地发颤 何况他现在怒火甜鹰 为同伴之死 我担心他不要违背命术 摧毁城墙 克罗诺斯之子这样说 激起一场恶战 众神纷纷奔赴战场 倾向不一样 赫拉前往船战 一同前去的还有 帕拉斯雅典娜 绕地神波赛东 和巧于星际 分送幸运的赫尔莫斯 自以为力大的赫菲斯托斯 也和他们一同前往 把两条细腿迅速挪动 一拐一瘸 前往特洛亚迎垒的是 头盔闪亮的阿瑞斯 还有批发的福波斯 女圣神阿尔特弥斯 勒托 爱欢笑的阿弗罗迪特 和克山托斯 当众神尚未来到 有死的凡人中间时 阿卡奥斯人 一直明显地强过敌人 因为长时间霸占的 阿基留斯重又出战 特洛亚人一看见 杰族的佩留斯之子 身穿闪亮的铠甲 凶恶如杀人的战神 个个立即惊恐的双膝 不断陡颤 刚奥林波斯众神 一出现在人间战场 强大的埃里斯 便立即鼓动人们作战 雅典娜 或是站在壁垒外的 嵌嚎上吼叫 或是沿着喧嚣的海岸 大声呐喊 阿瑞斯如黑色风暴 也在另一边喧呼 召唤特洛亚人 或是从高耸的城头 或是从西摩埃斯河畔 卡利科洛涅山坡 受服的神明就这样 激励双方厮杀 同时也激起他们自己的战斗欲望 天神和凡人之父 在上天可怕的鸣雷 阵地神波赛东 在下面抖动 广阔无垠的丰饶大地 和所有高耸险峻的风乱 一切都颤动不止 全员丰富的 伊达山的风挤和根基 特洛亚成锅 和阿凯奥斯传播 下界的冥魂之王 哈德斯惊恐不已 惶怂地大叫一声 迅速从宝座上跳起 唯恐波赛东 把他上面的地层阵裂 在天神和凡人面前 暴露他的居地 那可怕 死气沉沉 神明都憎恶地去处 神明们参战时 引起如此巨大的轰鸣 与著名的 阵地之王波赛东交战的 是手持戴翼箭矢的射神 福波斯 阿波罗 与目光炯炯的 雅典娜对阵的是 战神阿瑞斯 赫拉受到喜好呼喊的 金剑女射神 射神的妹妹 阿尔特弥斯的猛烈进攻 勒托受到分送幸运的 赫尔默斯的攻击 与赫菲斯托斯抗争的是 人间称斯卡曼德罗斯 神间称克山托斯的那条 多漩涡的大河神 神明们当时就这样 互相交战起来 阿基留斯疯狂地冲进人群 寻找赫格托尔 普利阿摩斯之子 渴望用敌人的鲜血 满足迟顿的战神 阿瑞斯的 难艳的愈合 挑动战争的阿波罗 立即鼓动 安妮阿斯 去攻击佩留斯之子 鼓足他的勇气 宙斯之子 阿波罗 幻化成 普利阿摩斯的儿子 鲁卡昂 模仿他的声音这样说 安妮阿斯 特洛亚人的参议 你的威胁呢 你曾经高举酒杯 向特洛亚首领们宣称 要同佩留斯之子 阿基留斯 迎面厮杀 安妮阿斯立即回答 鲁卡昂这样说 普利阿摩斯之子 你为什么激励我 违愿地去同 高傲的佩留斯之子作战 我不是初次与杰族的 阿基留斯交手 从前有一次 他曾举着锐利的长枪 把我赶下伊达山 夺走了我的牛群 疯狂地蹂躏了 鲁尔·捏索斯和佩达索斯 但宙斯救了我 给了我力量和快捷的双腿 否则 我早倒在 阿基留斯和雅典娜的手下 女神在前引导他 赐给他胜利 激励他用铜枪杀戮 勒勒格斯人和特洛亚人 没有哪个人 能同阿基留斯对抗 永远有一位神明 在他身边 护佑他 况且 他那只长枪 也总是向前飞翔 不吃进人的肉体 从不会立法止息 如果神明 让我们享有同等的权利 他便难轻易取胜 即使他自以为是同生 宙斯之子阿波罗 对他这样回答说 战士啊 你何不也向不朽的神明祈求 都说是宙斯的女儿 阿弗罗迪特生了你 阿基留斯 却是位地位低下的神女所生 他们的父亲 一个是宙斯 一个只是海中老朽 紧握坚固的长枪 冲过去吧 不要为他的空洞的夸耀和威胁下注 阿波罗这样说 把永利灌输给赤兵的牧者 阿尼阿斯身着闪亮的铜装 穿过阵列 安基塞斯之子 瞒不过白痞女神赫拉 挤出密集的人群 去攻击佩留斯之子 女神把众神明照到一起 对他们这样说 波赛东和雅典娜 你们好好用心私存 现在该如何对付 那边发生的事情 阿尼阿斯新兽福波斯 阿波罗怂恿 身着闪亮的铜装 去攻击佩留斯之子 我们应该立即 把他从这里赶走 或者我们终有一位 去帮助阿基留斯 给他灌输力量 坚定他的勇气 让他知道 威力强大的神奇 宠爱他 那些支持特洛亚人战斗的天神 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 可怜弱神明 我们从奥林波斯 来参加这场厮杀 为的是保护他今天 不至于遭受伤害 以后 他将经受母亲生育他的时候 命运为他仿制在线轴上的 一切安排 如果他不从神明这里 知道这一切 战斗中 真有哪位神明和他对抗 他定会恐惧 神明原形显现 很可怕 正地神 这时回答神后赫拉 这样说 赫拉女神 这样生气 与你不相宜 我很不希望 我们同那些神明 就这样交战起来 因为我们比他们强得多 我们还不如现在 离开眼前的战场 去坐到高处 让凡人自去操心作战 如果阿瑞斯或福波斯 阿波罗投入战斗 或者阻扰阿基留斯 不让他施展威力 那我们也立即争锋相对 亲自参战 我想 那时他们会很快离开战场 回到奥林波斯 其他神明中间 由于受我们打击 迫于我们的力量 黑发神这样说 随即率领众神 前往神样的赫拉克勒斯的 一处原形高垒 那是当年 托洛亚人和帕拉斯 雅典娜为他建造 好让他去那里 隐蔽躲藏 当海怪爬上岸滩 冲向平原 进攻他 波赛东和其他神明一起 在那里坐下 看不透的迷雾 萦绕笼罩在他们的肩头 光明的阿波罗 和毁灭者阿瑞斯啊 敌对的神明 在卡利克洛捏山顶 围着你们坐下 双方的神明就这样 心中思虑着坐下 不急于开始 充满灾难的战斗纷争 高居奥林波斯的宙斯 却要鼓励他们 整个平原布满了军队 闪耀着战士和车马的铜灰 大地在奔驰的脚步下发颤 两个最杰出的将领 安基赛斯之子阿尼阿斯 和那个神样的阿基留斯 走到两军中间的地面 准备厮杀 阿尼阿斯首先威武地冲出阵来 沉重的头盔不住摇晃 可怖的盾牌举到胸前 守住紧握同头长枪 佩留斯之子从另一面冲出来迎战 有如一头雄狮 凶残的全村农人都想把他杀死 起初他静自行走 蔑视农人 后来有位勇敢的青年投了他一枪 他才拱起身张开大口 牙齿间泛出白沫 雄心在胸中沸腾 强健的尾巴来回拍打后腿和两肋 激励自己去和围攻的农人抗争 他双目火光闪烁 众生向前跃起 或是杀死农人 或是自己丧生 巨大的力量和无畏的心灵 当时也这样激励阿基留斯 向勇敢的埃尼阿斯冲杀 待他们这样相向而行 互相逼近 神样的杰祖的阿基留斯 首先这样说 埃尼阿斯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离开自己的军队那么远 你和我打仗 是想成绩普里阿摩斯享有的荣耀 统治驯马的特洛亚人 但即使你杀了我 普里阿摩斯老王 也不会把权力交给你 因为他有那么多儿子 他自己也还康健 或者是特洛亚人 许给你一块最好的土地 那里有优美的果园和牧场 只要杀了我 你便可占有它 但我看你却难如愿以偿 你大概还没有忘记 似乎有这样一次 我举着长枪追赶你 你被我追赶得慌忙丢下牛群 独自迈开敏捷的双腿 迅速奔下一大山 奔逃得不敢回望 从那里 你逃到旅尔捏索斯 我跟踪而至 仰仗雅典娜和天父宙斯 摧毁了城市 剥夺了被俘的妇女们的自由 带走他们 宙斯和其他神明却帮助你 躲过了不幸 我想这一次 他们不会如你所希望 来帮你解脱危困 我劝你赶快后退 回到自己的军中 不要来和我作对 趁现在还没有遭殃 蠢人事后才变聪明 埃尼亚斯立即大声回答他 这样说 佩留斯之子 你不要把我当作孩子 企图用大话吓退我 我自己也会用言词 嘲弄别人 说出尖锐的威胁话语 你我都知道 对方的世系 深生双清 听到世人 关于他们的许多传说 虽然我们都没有见过 对方的父母 人们都说你是 高贵的佩留斯的耕苗 咸海的女儿 美发的特提斯 是你的母亲 而我自己 是尊贵的安基赛斯的儿子 使我自豪 安弗洛迪特 是我的母亲 他们中有一对 今天将要为自己的儿子 痛哭流涕 因为我知道你我 不会就这样推出战斗 说说废话罢休 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我的家系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祖谱 他众所周知 吉云神宙斯 首先生了达尔达诺斯 他创建了达尔达尼亚 当时神圣的伊利昂 有死的凡人的城市 平原上还没有建起 人们还在多泉的伊达山坡上居住 达尔达诺斯 达尔达诺斯 生了国王 阿里克托尼奥斯 成为有死的凡人中 最最富有的人 多泽的草地上 勿放着他的三千匹马群 一色母马 同欢乐的小马 嬉戏重情 波瑞阿斯 为勿放的母马 强烈感动 化作一头黑棕马 前来造访他们 使他们受孕 一共生下十二头马鞠 那些马鞠 如果在成熟的麦蒂奔驰 他们能迅速从上面掠过 不损伤麦穗 如果他们想跨过 广阔无涯的海面 他们能轻易地掠过 泡沫四箭的浪迹 阿里克托尼奥斯 给特洛亚人 生了特洛斯王 特洛斯又生了三个 完美无瑕的儿子 伊洛斯 阿萨拉科斯 和神样的 加尼莫德斯 加尼莫德斯长成 世间文明的美男子 神明们见他容貌俊美 把他掳去 给宙斯斯酒 留他在不朽的神界居住 伊洛斯生了完美无瑕的 拉奥莫东 拉奥莫东生了 提托洛斯 普里阿摩斯 南波斯 克里提奥斯 和阿瑞斯的族类 希克塔昂 阿萨拉科斯生了 卡皮斯 卡皮斯生了 安基赛斯 安基赛斯生了我 赫格托尔出自 普里阿摩斯 这就是 我引以自豪的血统和家谱 宙斯把勇气赐给人们 或多或少 全凭他愿意 因为他强过其他众神明 我们可不要站在这 激战的中心地段 像两个稚气的孩童 把废话说个没完 我们都可以说出 许多话侮辱对方 他们多的可超在 一百个座位的大船 人的舌头 灵活无比 舌面上的语言 变化万千 丰富的词汇 无边无牙 不管你说什么 都可得到相应的回答 可是 我们有什么必要 站在这里 尖刻地嘲讽慢舞 有如两个女人 她们胸中充满 无法压抑的怒火 站在街心 互相激烈地嘲弄辱骂 不管在里不在里 只因心怀怨怒 你不可能用言词 迫使我放弃战斗 我们必得交战一场 让我们开始吧 好互相品尝品尝 对方同枪的力量 埃尼阿斯说完 把沉重的长枪 投向那面可怕的盾牌 枪间把大盾震响 佩留斯之子 慌忙伸出强健的臂膀 举盾抵挡 心想 强大的埃尼阿斯 那支有长颖的头枪 定会把盾面穿透 愚蠢啊 阿基留斯 没有用心灵思想 那是神明的精美赠礼 世间的凡人 不可能把他击穿 或者迫使他避退 勇敢的 阿尼阿斯的沉重长枪 没有能穿透盾面 被神明的礼物黄金挡住 那支枪 只穿过两层 还有三层没穿透 原来 博族神为盾面 总共锻造了五层 两层青铜在外 两层白皙在里 中间一层黄金 正是他组住了头枪 好 和马史诗伊利亚特 第二十卷 上半部分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和马史诗伊利亚特 作者 古希腊 和马 这一集 我们继续来分享 第二十卷 下半部分的内容 阿基留斯制出 有长颖的头枪 击中阿尼阿斯的那面 等近圆盾 击在盾牌边沿 那里青铜最单薄 牛皮里秤也最薄弱 佩利昂成木枪 直穿进去 盾牌被撞击的 琅琅作响 阿尼阿斯急忙攻身 惊慌地把盾牌 举向头顶 头枪越过他的后背 插进土里 穿过盾牌的两种层面 阿尼阿斯躲过 那支巨大的长枪 呆木地站在那里 两眼直冒火光 心里惊恐不已 头枪就插在身旁 阿基留斯又抽出利剑 大喊着扑过来 阿尼阿斯也顺手抓起 一块大石头 那石头大的 现今两个人都难以抱起 他却能独自一个人 不费劲地把它高举 阿尼阿斯本可能 用石块击中 扑过来的阿基留斯的头盔 或难免救过他的盾牌 佩留斯之子 也可能冲过去 把对方杀死 若不是阵地神波塞东 敏锐地发现了他们 大神立即对同行的 不朽神明们这样说 天哪 我可怜那个勇敢的阿尼阿斯 他就要被 佩留斯之子打倒 前往哈德斯 他听信了 射神阿波罗的花言巧语 愚蠢啊 射神却不挽救他 免遭惨死 他是个无辜的人 对掌管广阔天语的众神明 一向奉献令我们快慰的礼物 为什么要因他人 让自己蒙苦受难 让我们把他救出死亡 倘若阿基留斯把他杀死 也会恼怒 克罗诺斯之子 命运注定他 今天应该躲过死亡 使达尔达诺斯氏族 不至于断绝后世 因为克罗诺斯之子 对他最宠爱 远胜过凡女 为他生的其他孩子 普里阿摩斯氏族 已经失宠于宙斯 伟大的埃尼阿斯 从此将统治特洛亚人 由他未来出生的子子孙孙继承 有眼睛的天后赫拉 立即回答他这样说 政地声 埃尼阿斯的事由你做主 是把他救出 还是不管他如何勇敢 仍然让佩留斯之子 阿基留斯把他杀死 我和帕拉斯雅典娜 曾经不止一次的 在全体不朽的神明面前 庄严地发过誓 永远不帮助特洛亚人 躲过灾难的时刻 即使勇敢的阿开奥斯 儿子们放起火来 整个特洛亚都被熊熊烈火吞噬 强大的政地神波赛东 听见女神这样说 立即出发 穿过战线和密集的枪雨 来到阿尼阿斯 和阿基留斯交战的地方 他在佩留斯之子 阿基留斯的眼前 迅速步起一团迷雾 在把那只穿过阿尼阿斯的盾牌 银灰闪颤的成木枪 拔出来 放到阿基留斯的脚跟前 然后把阿尼阿斯 从地上举起 抛出去 阿尼阿斯被神明的 有力巨长抛出 越过所有的士兵行列 和战车阵线 落到震耳喧嚣的 战场的最最边缘 考克尼斯人 正准备投入战斗的地方 著名的阵地神 波赛东 随即也来到他跟前 大声对他说出 有意飞翔的话语 阿尼阿斯 哪位神使你不自量力 竟然去同高傲的 佩留斯之子对抗 他比你强大 比你更受宠于神明 你以后一碰上阿基留斯 便立即退却 免得违背命运 提前去哈德斯的居所 在他达到命定的 死亡界限之后 你便可大胆 在前线冲杀 因为那时 没有哪个阿凯奥斯人 能和你对敌 波赛东这样说完 离开阿尼阿斯 急忙赶回 撤去阿基留斯眼前的迷雾 阿基留斯立即睁大眼睛 四下观察 不禁长叹一声 对高傲的心灵这样说 天哪 我亲眼看见了 一个惊人的奇迹 我的长枪 现在倒在我面前的地上 我想杀死的那个人 却消失得不见踪影 阿尼阿斯显然为不朽的神明 所宠爱 我原以为他说那些话 完全是吹嘘 让他去吧 他不会再回来和我交手 这次他能逃过死亡 理应感到满意 现在我一面召唤 好战斗的达纳奥斯人 一面冲杀 让其他的特罗亚人 常常臂立 阿基留斯说完 跑过阵线激励每个人 勇敢的阿开奥斯人 不要离敌人远战 要兵对兵 将对将 勇敢地和敌人拼杀 不管我如何强大 一个人也难以追击 这么多逃跑者 跟所有的敌人厮杀 即使不朽的神明 阿瑞斯或者雅典娜 对这样的战斗场面 也会觉得为难 只要我的臂膀和双腿 力所能及 我绝不会在敌人面前 向后退却 我这就冲进敌阵 不管哪个特罗亚人 凡接近我的长枪的 都不会欢乐兴奋 他这样说 光辉的赫格托尔 也在召唤特罗亚人 宣称要和阿基留斯对阵 勇敢的特罗亚人 不要怕佩留斯之子 凭言辞 我甚至可以同不朽的神明厮杀 用长枪却困难 因为神明比我们强大 阿基留斯 并非所有的话都能实现 有的话他做到了 有的话只完成一半 我这就去和他对正 即使他双手如烈火 即使他双手如猛烈的火焰 勇力如灼铁 他这样激励部队 特罗亚人举起长枪 敌对双方相向冲杀 喊声正地响 福波斯 阿波罗走近赫格托尔 对他这样说 赫格托尔 你绝不能去同阿基留斯厮杀 只可引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作战 免得他向你投枪或铺镜 用剑劈砍 阿波罗这样说 赫格托尔立即退进人群 听见天神说话的声音 心情慌颤 阿基留斯满怀热望 可怖的大喊 冲向特罗亚人 首先杀死了奥特伦透斯的勇敢儿子 伊菲提昂 一支大部队的首领 女河神在血盖的特摩洛斯山下 肥沃的许德 为攻略城市的奥特伦透斯 生下了他 伊菲提昂直冲过来 神样的阿基留斯 枪中他的脑袋 把脑壳披成两半 他怦然倒地 神样的阿基留斯 夸口说 奥特伦透斯之子 你这恶人倒下了 死亡在这里赶上了你 可你却出生在古盖亚湖旁 那里有你父亲的田地 有多余的许洛斯河 和多漩涡的赫尔摩斯河边 他这样夸说 黑暗照住了伊菲提昂的眼睛 阿基留斯又击中了 安特诺尔的儿子 一个杰出的战士 德摩勒昂的太阳穴 穿过戴青铜面甲的头盔 铜盔没能阻住枪 枪间穿过铜层 砸碎脑壳 脑浆在里面 溅满了铜盔 阿基留斯就这样 止住了德摩勒昂的勇力 阿基留斯又一枪击中 正跳下战车 转身向前逃跑的 西波达玛斯的后背 他大喊着放弃了生命 有如一头公牛 被青年们拖着 围绕赫利克尼奥斯的祭坛 大声谋叫 正地神见了心中欢喜 西波达玛斯也这样喊叫着 被生命丢弃 阿基留斯又举枪攻击 普里阿摩斯之子 神样的波里多罗斯 父亲不让他参战 因为在众多的儿子中 他的年龄最小 最受父亲宠爱 腿脚属他最敏捷 当时他愚蠢地炫耀 自己脚步快捷 在前线来回奔跑 直到送掉性命 劫足的阿基留斯 趁他从前面跑过 一枪击中他的被窝 在腰带的金扣环 和胸甲重叠形成 双层护身的地方 枪头穿进身体 再从肚脐穿出 他大叫一声跪下 眼前一阵昏黑 用手堵住流出的肚肠 栽倒地上 赫格托尔看见自己的兄弟 波里多罗斯 用手堵着流出的肚肠 扑倒在地 双眼被黑暗笼罩 他不能容忍自己 继续引在阵线里 便如同一团烈火 立即挥舞锐利的长枪 扑向阿基留斯 阿基留斯一见他 迅速迎上去 这样自语 这就是最大的 伤了我的心的人 他杀死了我那个 最最亲密的伙伴 我们不会再在战争里 互相躲藏 他这样自语 怒视神样的赫格托尔 这样说 你再走近些 好更快领受命定的死亡 头盔闪亮的赫格托尔 正静地这样回答 佩留斯之子 你不要把我当作孩子 企图用大话吓退我 我自己也会用言词 嘲弄别人 说出尖锐的威胁话语 我也知道你是个强手 我自己不如你 不过这一切全都摆在神明的西头 虽然我比你弱 但我也可能一枪杀死你 因为我的这支枪 一向也不算不锐利 赫格托尔这样说 挥动臂膀 支出长枪 雅典娜只是轻轻一吹 便使那支枪偏离显贵的阿基留斯方向 重新回到神样的赫格托尔跟前 吊在他的脚旁 阿基留斯可不得呐喊着 冲向赫格托尔 想把他杀死 阿波罗却把赫格托尔射开 用浓物把他罩住 这种事与神明很容易 神样的杰族阿基留斯 三次举着铜枪猛冲上去 却三次搓着空虚的迷雾 阿基留斯扼煞似的 发起第四次冲击 可不得喊叫着 说出有意飞翔的话语 你这条狗又逃过了死亡 但终究逃不过面临的灾殃 福波斯阿波罗又一次救了你 你进入枪具时 肯定向他做个祈求 下次遭面时 我定会立即把你杀死 只要有哪位不朽的神明 也来帮助我 现在我去找其他人 碰上谁就让谁遭殃 阿基留斯一枪刺中 德律奥普斯的紧迫 德律奥普斯倒在他脚前 阿基留斯丢下他 又一枪刺中 菲勒托尔的俊美儿子 德木科斯的膝盖 把他打倒在地 然后用长剑一砍 放走了他的生命 阿基留斯又去攻击 比阿斯的两个儿子 拉奥哥诺斯和达尔达诺斯 把他们从战车打到地上 一个用枪刺 一个用剑砍 阿拉斯托尔之子 特罗斯跑上去 抱住阿基留斯的膝盖 请求宽佑 俘虏他 放他活命 可怜同龄人 不把他杀死 愚蠢啊 须知此人用言语 说服 实在难 阿基留斯 其人心性 并不仁慈和软 却一向爆裂玩具 特罗斯抱息哀求 他挥起一件 刺净可怜的 特罗斯的肝部 肝脏涌出体外 鲜血浸透了医者 黑暗照住了双眼 灵魂随即消逝 阿基留斯又冲向 穆利奥斯 一枪刺中他的耳锅 枪间穿出另一只耳朵 接着 他用带柄的长剑 笔直砍中 阿格诺尔之子 埃赫克洛斯的脑顶 鲜血使剑通生变热 悲惨的死亡 和强大的命运 立即蒙住了他的眼睛 他又用铜枪刺中 丢卡利昂的臂膀 正在皱弯 多条金箭附着的地方 杜卡利昂挂着残壁 在那里呆立 望着面前的死亡 阿基留斯举剑砍断他的颈膊 脑袋和头盔一同飞起 脊髓从椎骨涌出 尸体栽倒地上 阿基留斯又冲向高贵的里格摩斯 佩罗奥斯之子 来自肥沃的瑟雷斯 一枪正好刺中 铜肩刺经肚里 使他倒下战车 阿基留斯又举枪刺中 正掉转码头的侍从 阿瑞托奥斯的后背 把他打下战车 远马一片惊慌 有如一团烈火 从深邃的鹤峡 沿着干燥的山路燃起 把整个山林燃着 猛烈的狂风 赶着烈焰到处肆虐 阿基留斯也这样 扼煞般挥舞长枪 到处追杀 鲜血躺遍黑色的泥土 有如一个农夫 驾着宽额公牛 在平整的股场上 给雪白的大麦脱利 麦力迅速被摸叫的公牛 用蹄踩下 高傲的阿基留斯的 那两匹单蹄马 也这样不断踩踏 横躺的尸体和盾牌 整条车轴和四周的护栏 从下面溅满血 由急促的马蹄 和飞旋的车轮 纷纷扬起 佩留斯的儿子 为获得荣誉 不断冲杀 他那双不可战胜的双手 被鲜血沾满 好 和马史诗伊利亚特 第二十卷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和马史诗伊利亚特 作者 古希腊 和马 第二十一卷 阿基留斯 栗战克山托斯河神 当特洛亚人 退到不朽的 宙斯养育的 多漩涡的 克山托斯的水流 冲盈的渡口 阿基留斯 把他们结成两段 把其中一段 从平原赶向城市 沿前一天 阿基奥斯人 被光辉的赫克托尔 杀得惊慌逃回的路线 特洛亚人向城市 仓皇逃窜 女神赫拉 在前面布下一阵浓雾 把他们阻拦 他把另一段 赶向多银色漩涡的河流 特洛亚人 纷纷掉进波涛翻滚的河水里 湍急的水流 声迎着 河岸发出回响 人们乱纷纷地喧嚷着 挣扎在漩涡里 有如黄群 在野火的威胁下 正翅飞起 逃向河边 火势突然猛烈蔓延 惊慌失措的蝗虫 纷纷掉进水里 被阿基留斯 追袭得纷纷落水的人马 也这样阻塞了 湍急的 柯山托斯水流 宙斯养育的阿基留斯 把长枪 靠在岸边的撑柳丛旁 自己扼煞般冲过去 只带一柄长剑 心中谋划着灾难 他凶狠地左右砍杀 被剑砍着的人们 发出可怖的惨叫 鲜血染红的水流 犹如无数小鱼 被巨大的海豚追逐 知道只要被捉住 便会被无情地吃掉 惊慌地拥进 安全的河湾角落躲避 特洛亚人也这样 拥到河流的斗岸下躲藏 阿基留斯直杀的双臂筋疲立法 从河中挑出十二个青年 把他们活捉 为穆洛提奥斯之子 帕特罗克洛斯之死 做底肠 阿基留斯把惊惧如小鹿的青年们赶上岸 用他们自己的材质精巧的衣衫束带 把他们的双手搬向后背 结实地反绑 他把俘虏交给同伴们 送往空心船 他自己急切地冲回去 继续勇猛砍杀 他首先碰上吕卡昂 达尔达诺斯的后裔 普里阿摩斯的儿子 正爬上河岸逃跑 阿基留斯一次夜袭在他父亲的果园里 曾把他捉住当俘虏 当时 他用利刃修削着无花果心枝 用作战车栏杆 神样的阿基留斯 向灾星来到他面前 阿基留斯用船 把他载到人烟稠密的利姆洛斯出卖 被伊亚宋的儿子买去 吕卡昂的客友 因布罗斯人 阿提昂出高架把他赎出 送往神圣的阿里斯伯 他从守护人手里逃走 回到伊利昂 他离开利姆诺斯后 同自己的亲友们欢聚 仅仅11天时光 在这第12天 神明重新让他落到阿基留斯手里 把他送往哈德斯 尽管他心里不愿意 神样的杰族阿基留斯 立即认出他 因为他全身暴露 没有头盔盾牌 也没带长枪 把甲杖全都扔在地上 汗流浃背地逃上河岸 膝头发软 阿基留斯愤怒地 对高傲的心灵这样说 天哪 我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奇迹 难道心灵高傲的特洛亚人 被我杀死 都会从昏暗的冥界重新返回人世 这个人曾被卖到神圣的利姆诺斯 竟然逃过了悲惨的死亡 又出现在这里 灰还阻挡过许多人 却没能把他阻住 好吧 那就让他尝尝我的枪头 我也好心里彻底明白 亲眼看清楚 他仍会从那边回来 或是丰饶的大地 留下许多其他强者 也会留下他 阿基留斯在那里撕存 吕卡昂惊慌地向他跑来 想抱住他的双膝哀求 一心想躲过 婚会的命运和可怕的死亡 神样的阿基留斯 挥动长枪向他投去 吕卡昂攻身躲过 迅速跑过来抱住他的膝头 那只枪紧贴后背飞过 扎进地里 未能如愿地饱尝人肉 吕卡昂一只手抱住 他的双膝哀求 一只手牢牢抓住 那只锐利的长枪 大声对他说出 有意义飞翔的话语 阿基留斯 我跪着恳求你可怜我 宙斯养育的人啊 我有权利请求你 你在我父亲的果园里 捉住我那一天 你第一个 和我品尝到 得莫特尔的果实 然后你把我带到 远离父亲和朋友的 神圣的利姆诺斯出卖 得到一百头牛 这次我会赴给三倍的赎金 赎取自由 我经受那么多苦难 回到伊利昂 才十二天 残酷的命运 现在又让我落到你手里 显然 富宙斯既恨我 才把我再次交给你 母亲拉奥托埃 生了注定短命的我 她是老王阿尔特斯的女儿 就是那个统治上午的 勒勒格斯人的阿尔特斯 拥有萨特尼奥埃斯河畔 威俄的佩达索斯 多妻的普里阿摩斯 娶了她的这个女儿 她生了两个儿子 都要被你杀死 你已在阵前杀了神样的 波里多罗斯 用锐利的长枪 把她刺中 现在厄运又要在这里 降临于我 看来我不可能逃脱你的手 既然神明把我交给你 不过 我还想说明一点 望你仔细听 请不要杀死我 我同那个杀死你的 善良而勇敢的同伴的 赫格托尔并不同母 普里阿摩斯的高贵儿子 当时这样说 苦苦哀求 但听到的回答并不柔和 你这个蠢人 不要和我提熟生的事情 在命定的死亡 降临帕特罗克洛斯之前 我的心曾经很乐意宽恕特洛亚人 我活捉了他们许多人 把他们卖掉 但现在 凡事不朽的神明 在伊利昂城前 交到我手里的特洛亚人 都不可能躲过一死 特别是普里阿摩斯的儿子 朋友啊 你也得死 为何这样悲伤 帕特罗克洛斯死了 他可比你强得多 你难道没看见我 如何俊美又睽悔 我有伟大的父亲 有女神母亲生养 但死亡和强大的命运 也会降临于我 当某个早晨 夜晚或者中午来临时 有人便会在战斗中 断送我的性命 或是投枪 或是松弛的弦 放出的箭矢 吕卡昂听他说 两脚和精神立即瘫软 他放开那支枪 瘫开双手 坐到地上 阿基留斯 随手抽出自己的锋利长剑 劈中吕卡昂颈旁的锁骨 双刃剑面 完全陷进肉里 吕卡昂向前扑倒 黑血不断涌出 浸湿了身下的泥土 阿基留斯抓住一只脚 把他扔进河水 不禁用有意飞翔的话语 嘲弄一番 现在你在那里 跟鱿鱼一起躺着吧 他们会悠闲地 从你的伤口损你的血 母亲不可能 把你放上停尸床 行哀道 斯卡曼德罗斯河 将把你送往大海的怀抱 鱼儿从水下浮起 追逐黑色的浪漠 为了如愿吞噬 鱼卡昂的洁白的愣肉 你们特罗亚人啊 都该这样遭大殃 直到你们逃跑 我们追杀到伊利昂 就连这条优美 多银色漩涡的河流 也救不了你们 尽管你们经常用牛群 向他献祭 把单提火马 丢进漩涡 你们该偿付血债 你们都该暴死 杀死了帕特罗克洛斯 趁我没有参战 把许多阿卡奥斯人 在空心船前杀死 他这样说 和声听了 心中气愤 思索着如何迫使 神样的阿基留斯 停止杀戮 免除特罗亚人的灾难 这时 佩留斯之子 握着有长颖的头枪 冲过去铺杀 阿斯特罗帕奥斯 佩勒贡之子 佩勒贡 有水流宽阔的 阿克西奥斯河绳 与阿克萨莫洛斯的 长女 佩里波亚所生 多炫流的河绳 爱上了他 和他结合 阿基留斯迅速扑向 阿斯特罗帕奥斯 河绳之子爬上岸 手握两只长枪 克山托斯 给他勇气 怨恨阿基留斯 在他的水流中 无情地杀戮 那些年轻人 待他们这样 相向而行 互相逼近 神样的 杰足阿基留斯 首先这样说 你是何人 何种族 胆敢和我对抗 只有不幸的 父亲的儿子 才同我抗争 佩勒贡的高贵儿子 这样回答阿基留斯 佩勒斯的高傲儿子 你问我的家是 我来自肥沃的帕奥尼亚 地方遥远 带来了长枪武装的 帕奥尼亚军队 今天是第十一天 自我来到伊利昂 我的家系 源自水流宽阔的 阿克西奥斯 就是清澈的流水 绕地形的 阿克西奥斯 他伸了枪手 佩勒贡 据说佩勒贡 伸了我 光辉的阿基留斯 要交手 现在就开始 他威胁的 这样说 神样的阿基留斯 举起那只 佩利昂成目枪 但英勇的 阿斯特罗帕奥斯 是名出色的 双枪手 一次投来两支枪 其中一支 投中盾牌 但枪头 没有能穿透盾面 被神明的礼物 黄金挡住 另一支 投中阿基留斯右臂 擦伤肘绑 涌出暗黑的鲜血 那枪从身旁飞过 颤悠悠扎进地里 本想能饱餐人肉 阿基留斯 向阿斯特罗帕奥斯 投出那支 直飞的成目枪 很想一枪 击杀对方 但那枪 从旁飞过 插进高高的低岸 成目枪杆 插进泥土里 竟然过半 佩利斯之子 抽出身边的 利剑扑去 阿斯特罗帕奥斯 突然伸出 有力的大手 试图把 阿基留斯的成目枪 拔出低岸 他三次用力晃动枪杆 想把他拔出来 三次都白费力气 他正想敌四次 把阿阿克斯的后裔的成目枪折断 阿基留斯已经赶来 用剑把他劈死 历刃披中旗旁 杜长永逸地上 他长叹一声 黑暗照住了他的眼睫 阿基留斯立即上前 踩住他的胸部 拨下铠甲 不觉夸耀地 对他这样说 你就这样躺着吧 即使是和神所生 想对抗全能的 克罗诺斯之子 也绝非容易 你说你属水流宽阔的 和神家族 我却荣耀地归属 强大的宙斯世系 阿阿克斯的后裔 统治无数的 米尔弥东人的佩留斯 生了我 生咬阿阿克斯的 便是宙斯 宙斯比所有的 吞吞奔流的和神强大 宙斯的子孙 也同样强过 和神的后裔 现在你身边这条大河 即使想帮助你 也无力同 克罗诺斯之子 宙斯作战 无论波涛汹涌的 阿克洛伊奥斯河 或是渊身无底的 奥克阿诺斯的 巨大力量 都不敌于宙斯 尽管它是各条河流 和所有大海 一切泉流 和深井的源泉 当伟大的宙斯 从天雨放出 可怕的闪电和霹雳时 他也经不住 惊恐皇历 阿基流斯这样说 从低暗拔出铜枪 把阿斯特罗帕奥斯 丢在那里 失去性命 躺在沙滩上 任凭暗黑的河水拍进 蛮梨和鱼群 围绕着他的尸体忙碌 着实他的愣肉 吞噬他的肝脏 阿基流斯冲向 带势盔的 派奥尼亚人 他们正拥挤在 汹涌的河边 惊恐万壮 当他们突然看见 自己的头领 在激战中 被利剑劈杀 倒在佩流斯之子的手下 他杀死了 特尔西洛科斯 米东 阿斯提皮洛斯 姆涅索斯 特拉西奥斯 埃尼奥斯 和奥培勒斯特斯 杰族的阿基流斯 本会杀死更多的 帕奥尼亚人 若不是汹涌的 和神气氛 化作凡人 从漩涡深处 对他这样说 阿基流斯 你比所有的凡人 都强大 但暴虐也超过他们 你一直有神明祝佑 即使宙斯 让你杀死 所有的特洛亚人 也请你把他们 赶往平原 陈旧大业 我的可爱的河道 冲塞了无数尸体 我已无法让河水 流往神圣的大海 尸体堵塞了去路 你还在继续诛杀 住手吧 军队的首领 这场面 使我皇里 杰族的阿基流斯 对和神这样回答说 宙斯养育的 斯卡曼德罗斯 我听你吩咐 不过 要我停止杀戮 傲慢的特洛亚人 需带我 把他们赶进城去 与赫格托尔本人决胜负 是他杀死我 还是我把他杀死 阿基流斯这样说 扼杀般冲向特洛亚人 水流湍急的河神 这时对阿波罗这样说 淫宫之神 宙斯之子 多么可悲呀 你没有按照 克罗诺斯之子的吩咐去做 他曾要求你支持特洛亚人 帮助他们 直到黑暗降临 大地被照上夜幕 阿基流斯听河神这样说 月升离岸 跳进河心 河神掀起巨浪扑来 喧嚣着鼓起所有急流 滚滚席卷 泛起被阿基流斯杀死在河道的 层层残尸 公牛般吼叫着 把尸体远远地抛上河岸 一面挽救活着的人 免遭屠戮 把他们卷进清澈的流水 藏进渊声的大眩流 急流在阿基流斯周围 竖起可怕的巨浪 翻腾着扑向盾牌 阿基流斯站立不稳 伸手抓住一棵高大的榆树树干 榆树被连根拔起 带起大片河堤 繁茂的枝叶 堵塞了清澈的流水 整棵大树横梗河道连通了两岸 阿基流斯跳出极流 迈开双腿 积极奔上河堤 心中不经黄利 大河绳不甘罢休 翻起层层黑浪 向神样的阿基流斯涌来 企图迫使他停止残杀 免除特洛亚人的灾难 佩流斯之子 一转眼便跑出一头枪距离 快捷得如同一只老鹰 黑色的猎者 羽族中属他最强健有力 也最敏捷 阿基流斯迅速奔跑 身上的铜装 发出可怕的震响 他不断躲开浪涛 河绳大声咆哮着 在身后紧紧奔袭 有如园丁 从色泽深暗的井里挤水 灌溉自己的河苗和果园 手握鹤嘴除 给水流开道 清除水道里各种杂屋 清水顺沟流淌 冲走沟底的实力 欢乐的歌唱着 顺着缓坡迅速流下 一会儿便赶过开道人 走在他前面 阿基流斯也这样 常被湍急的水流赶上 尽管他腿脚敏捷 但神明比凡人更强 多少次 神样的杰族阿基流斯 想站住对抗 也看看是不是所有居住在 广阔天空的不朽神明 都和他作对 把他追赶 但每次那由天雨 注满的河流 都掀起高高的巨浪 向下压向他的双肩 他恐惧地向上跃起 急流从下面涌过 扑击他的膝盖 冲走脚下的泥土 佩流斯之子 仰望长空 大声呼喊 天神宙斯 难道竟没有一位神 可怜我 救我出河流 那时 我甘愿忍受一切 我不怨恨其他神明 只愿我那亲爱的母亲 她用谎言愚弄我 说我将在容装的 特洛亚人城下 丧命于阿波罗 飞速流逝的箭矢 让赫格托尔杀死我吧 特洛亚人中 他最优秀 高贵之士杀人 杀死高贵之人 现在 我去南逃 被一条大河淹没 不光彩地死去 有如冬天 一个木珠童 被急流冲走 试图穿过一条河流 他这样呼喊 波赛东和雅典娜 立即前来 幻化成凡人模样 双双站到他跟前 拉着他的手 满怀怜悯地 用话语劝慰 政地神波赛东 首先开口 对他这样说 佩留斯之子 不要这样害怕和灰心 神明中 有我们两个 我和帕拉斯 雅典娜 是你的坚强盟友 得到宙斯的允许 命运并未注定你 被这条河流战胜 它很快便会退去 你将亲眼看见 我们给你一个忠告 你若愿听取 无论如何 你都不要停止战斗 要直到把所有溃逃的 特洛亚人 赶进伊利昂的著名城墙 等杀死了赫格托尔 便返回传播 我们帮助你获得荣誉 好 河马史诗伊利亚特 第二十一卷 上半部分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河马史诗伊利亚特 作者古希腊 河马 这一集 我们继续来分享 第二十一卷 下半部分的内容 两位天神说完 返回神明中间 阿基流斯受神明激愤 奔向平原 整个原野 漫溢着洪水 水上漂浮着 无数精美的铠甲 和被杀死的青年的尸体 阿基流斯抬膝跨步 迎着水流前进 任何神波涛汹涌 也难把他阻挡 雅典娜给他胸中 灌输了巨大的力量 斯卡曼德罗斯 没有松懈自己的进攻 对佩流斯之子 燃起了更强烈的怒火 一面翻腾巨浪 一面呼唤 希摩埃斯河 亲爱的兄弟 让我们一起阻碍这家伙 他不久将要摧毁 普里阿摩斯王的大都 特洛亚人 无法阻挡他的猛烈攻击 快来帮助我 让条条山泉 极涌直屑 充满你的河道 让所有的激流涌起 掀起层层巨栏 裹夹这十块残木 奔腾咆哮前来 制服这个大狂徒 他正势不可挡 自信堪与神匹敌 我要让他的永利 他的美貌和那富精美的铠甲 都救不了他 都救不了他 要让这一切 躺在水底 淹没在污泥里 让他本人身上 卵石层叠 在堆积 无数淤泥 让阿开奥斯人 无法找到他的尸骨 我定要这样 用无数泥沙 把他盖淹 我为他造好 现成的坟墓 阿开奥斯人 为埋葬他 无需再修建任何墓地 柯山托斯这样说 吼叫着高高隆起 冲向阿基流斯 翻腾着泡沫 鲜血和尸体 天雨灌注的河流 掀起黑色的巨浪 企图居高临下 不像佩流斯之子 赫拉大叫一声 为阿基流斯惊扰 担心汹涌的大河 可能把他卷走 立即对儿子赫菲斯托斯 这样大声说 我的博族孩子 赶快投入战斗 由你足以对付 汹涌的柯山托斯 快去救援 燃起你的熊熊烈火 我去鼓动 泽菲罗斯 和快速的诺托斯 从辽阔的海上 立即刮起强劲的暴风 鼓起大火 把特洛亚人的尸体和铠甲 焚烧殆尽 你现在去 燃烧柯山托斯岸边的 排排树木 用火烧着他自己 不要感动于他的威胁 和哀怜话语 你不要一直怒火 直到我发出呼喊 给你信号 你才可熄灭 不倦的火焰 赫拉这样说 赫菲斯托斯 随即燃起一股烈火 那火首先从平原燃起 焚进了被阿基 刘斯杀死的无数尸体 把整个平原烤干 闪光的洪水被溢阻 犹如秋日的北风 把刚被淋湿的打鼓场 迅速吹干 给劳作的农人带来喜悦 当他也这样把平原烤干 焚进尸体 他便把耀眼的火焰 立即引向河流 一排排榆树 柳树 撑树燃烧起来 燃着了生长在 柯山托斯 清澈水边的 一簇簇旺盛的百合 芦苇和柯柯管谱 火焰惊扰了 蛮离和各种鱿鱼 他们被击巧的 赫菲斯托斯的 炎热的气息炙烤 焦急的 在清澈水流的深渊里 向下窜游 河神本身也被燃着 痛苦的哭喊 赫菲斯托斯 没有脑卫神 离得过你 我也不想同你这位喷火神 抗争 让我们罢手吧 即使阿基琉斯 把特洛亚人 全都赶出城来 我何必帮助他们 河神说着 被火焰烧焦 清澈的流水 泡沫翻滚 又如锅里正在熔炼 肥猪的枝油 锅下燃着熊熊的旺火 干柴燃起烈焰 使它迅速沸腾 河神的清澈水流 也这样被烧沸 滚腾 赫山托斯 惊恐的不再流淌 心智机巧的 赫菲斯托斯的热气 强烈的折磨着他 他爱求赫拉 说出有意飞翔的话语 赫拉 你的儿子 为何在众多神明中 唯独如此折磨我 我的过错 远不及所有其他 站在特洛亚人一边的天神 我立即停止战斗 如果你这样吩咐 只是他也得罢首 我还可以发誓 我永远不再救特洛亚人 免确死亡 即使有一天 阿开奥斯的勇敢儿子们 放弃贪婪的大火 把整个特洛亚烧光 白痞女神赫拉 听河神这样哀求 立即对自己的儿子 赫菲斯托斯这样说 我的光辉的儿子 赫菲斯托斯 住手吧 不能为凡人 而如此屈辱 不朽的神明 女神这样说 赫菲斯托斯 熄灭了烈火 浪涛也重新回到 优美的河道里 躺留 克山托斯被制服 两位神明停战 赫拉制止了他们 尽管仍然很气愤 其他神明这时 却爆发起激烈的争斗 胸中的心灵激荡着 倾向敌对的一方 他们大喊着 扑向对手 大地在脚下沉重的声音 辽阔的天空 回荡着巨响 宙斯高居奥林波斯山顶 听见呐喊 高兴得大笑不已 看见神明们争斗 神明们迅速冲到一起 展开激战 悔顿之神阿瑞斯 首先开始 第一个举枪 扑向雅典娜 破口大声责骂 你这狗壁师 为何如此跋扈强横 如此傲慢骄纵 挑动神明们争斗 你难道忘了 曾经怂恿 提丢斯之子 迪奥莫德斯 进攻我 公然抓住头枪 帮助瞄准 赐重我的健美的身体 你欠我的这笔债 现在我要你偿付 他这样说 一面刺中雅典娜 可怕的戴穗子圆盾 宙斯的霹雳 对那面圆盾 也无可奈何 凶暴的阿瑞斯 击中盾面 雅典娜 稍许透退 用有力的大手 捡起地头 一块有黑 硕大 尖利的石头 前辈人把他作为戒指 立在地头 女神把石块头中 狂暴的阿瑞斯的紧帛 阿瑞斯瘫倒地上 站去 七佩勒特隆地面 全身铠甲正响 头发沾满了泥土 雅典娜大笑不止 对阿瑞斯这样夸说 你这个蠢才 显然 你并没有认真思量 我比你强多少 竟然来和我鄙视力量 现在 你实现了你的母亲 对你的诅咒 她因你背弃 阿开奥斯人 去帮助 高傲的特洛亚人 对你生气 咒你遭大殃 雅典娜这样说 把明亮的目光 移向别处 阿弗罗迪特 伸手搀扶 阿瑞斯出战场 阿瑞斯 痛苦地呻吟 好容易才恢复了知觉 白痞女神赫拉 一看见阿弗罗迪特 便对雅典娜 说出有意飞翔的话语 迟大顿的宙斯的女儿 看那阿弗罗迪特 那个狗壁狮 正把杀人魔王阿瑞斯 带出紧张的战场 快去追赶他们 赫拉这样说 雅典娜兴冲冲 追赶过去 对准阿弗罗迪特的胸部 狠狠一拳 阿弗罗迪特的心和膝盖 立即瘫软 这两位神明 双双躺在 风产的大地上 雅典娜 说出有意飞翔的话语 自夸 倘若所有站在 特洛亚人一边的神明 他们同穿铜装的 阿尔戈斯人作战 都能向阿弗罗迪特 为了帮助阿瑞斯 赶来同我对抗时 这样坚定和勇敢 那我们早就结束了 这场残酷的战争 摧毁了这座 建造坚固的 伊良都城 雅典娜这样说 白臂女神赫拉 微笑不止 强大的阵地神波赛东 对阿波罗这样说 福波斯 我们为什么 仍然袖手旁观 其他的神明都已动手 这样不体面 返回宙斯的 奥林波斯的同工 也觉修缠 现在你先动手 因为你比我年轻 我既年长又多经验 先动手不公平 蠢人啊 你多没记性 你显然已经忘记 神明中 只有我们两个 为这座伊利昂 吃过那么多苦头 当时 按宙斯吩咐 我们和傲慢的拉奥莫东 讲定报仇 为他服苦易一年 他把我们拆遣 我为特洛亚人围绕城市 修建一条宽阔结实的城墙 使他肩不可摧 福波斯 你在刚卵起伏 林木繁茂的伊达山间 为他牧放 盘山的弯脚牛 但当令人愉快的 复仇时刻到来时 失信的拉奥莫东 把应付我们的报偿 全部强行克扣 威胁地把我们赶走 他声称 要把我们的手脚 捆覆起来 送往遥远的海岛出卖 甚至威胁 要用锋利的铜刀 割下我们的耳朵 我们不得不 满怀怨气 离开他回去 痛恨他 虽是先约定 却不负我们报仇 现在 你却向他的人名 施加恩惠 不想同我们一起 让高傲的特洛亚人 和他们的尊贵的妻子儿女 惨遭毁灭 社王阿波罗 当时回答 波赛东这样说 政地神 倘若我为了那些 可怜的凡人 和你交手 你定会以为 我理智丧尽 他们如同树叶 你看那些绿叶 靠瞬息 大地养分 片片圆润壮实 但一旦生命终止 便会枯萎凋零 让我们立即休战 让凡人 自相残杀 阿波罗这样说完 转身离开战场 心中觉得 不该与自己的叔父交战 他的妹妹 奔跑于灵野的狩猎女神 阿尔特弥斯 这时对他尖锐的责备 我的射神啊 你竟然逃跑 让波赛东 得到不应有的荣誉 拱手让出 全部胜利 蠢才啊 你为何突然背着 闪光的银剑 但愿我今后 在父亲的宫殿里 永远不会听见你 对不朽的神明们 虚妄的夸口 声称你能和那个波赛东 单独交手 他这样说 射神阿波罗 没有回答 宙斯的尊贵妻子 听了勃然大怒 立即对女神 话语尖刻地 言辞则难 无耻的疯狗 你今天 胆敢和我作对 想和我对抗 可不是件容易事情 尽管你是一位弓箭手 宙斯让你 成为女人的母师 随意致人非命 在山林里 追逐野鹿 或其他野兽 无疑 远比同强者交手 更为有趣 如果你愿意 就让我们比比高低 交手时你会发现 我究竟怎样比你强 赫拉这样说 左手把女神的两只手腕 一把抓住 右手扯下她肩上的弓箭 宁笑着 用女神自己的武器 打她的面颊 打得她不断闪躲 飞驶掉出剑弧 女神哭叫着逃脱 如同一只山鸽 躲避鹰鹿的追捕 飞进凌寻的演戏 命运并未注定 她被凶猛的鹰鹿逮住 女神也这样哭叫着逃跑 丢下那弓箭 这时 是阿尔格斯的引路神 对勒托这样说 勒托女神啊 我怎么也不会和你交手 同吉云之神的妻子们对抗 并非易事 你尽可对不朽的神明们随意夸耀 似乎你战胜了我 凭自己的强大力量 她这样说完 勒托去捡那张弯弓 和散落满地 溅起滚滚尘埃的箭矢 捡完女儿的弓矢 便转身返回天庭 阿尔特弥斯 来到奥林波斯宙斯的同宫 痛哭流涕的女儿 坐在父亲的膝头 不朽的绳袍 在她身上不停地颤动 父亲把女儿搂进怀里 愉快地笑问 女儿啊 乌兰诺斯的哪个后裔 竟敢这样侮辱你 好像你做了什么大恶事 头发紧竖的狩猎女神 这样回答说 父亲啊 你的妻子白碧赫拉打了我 是她挑起不朽的神明间的争吵和不和 父亲和女儿正在这样互相说话 阿波罗福波斯这时 来到神圣的伊利昂 她担心达纳奥斯人或许会违背命运 当天便把光辉的城市的围墙摧毁 其他的不朽神明都回到奥林波斯 有的心中生气 有的未胜利欣喜 一个个坐到极黑云的父亲宙斯身边 佩留斯之子 这时正把特洛亚人和丹提马砍杀 有如愤怒的神明 使城市骤人起火 滚滚浓烟直达天雨 给人们制造苦难 给许多人带来悲气 阿基留斯也这样把苦难和悲伤 带给特洛亚人 老王普里安摩斯来到神明建造的城墙望楼 看见了可怕的阿基留斯 还看见特洛亚人在阿基留斯面前仓皇逃窜 他长续一声走下望楼 命令看守城门的光荣战士 这样说 你们立即打开城门 不要离开 让军队逃进城来 阿基留斯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担心灾难已经临头 一等他们逃进城来寻求喘息 便立即把这些结实的门扇紧紧关闭 我担心那个可怕的家伙会闯进城里 他这样吩咐 少兵们推出门栓开城 洞开的城门给逃兵送来得救的希望 阿波罗也迎面冲出 使他们免遭屠戮 特洛亚人浑身沾满尘埃 口干舌燥地从平原一直奔向城市 和高大的城门 阿基留斯在后面追赶 强烈的怒火仍未平息 一心只想赢得荣光 阿开奥斯人本会攻下宏伟的特洛亚 若不是阿波罗福波斯 激励安特诺尔的卓越勇敢的儿子 阿格诺尔迎战 阿波罗把勇气灌进他胸中 自己在一旁靠着一棵橡树 引在一团浓雾里 保护他免遭死亡的可怕剧长的袭击 阿格诺尔看见勇猛的阿基留斯杀来 但站住等待 强大的心理不免恐惧 忧伤的对自己那颗勇敢的心 这样说 天哪 我如果也从阿基留斯面前 顺着其他人惊慌的逃窜的方向逃跑 我定会被他抓住杀死 当作懦夫 亦或且让特洛亚人 在佩留斯之子阿基留斯面前逃跑 我另则道路 离开城墙 徒步逃往伊利昂平原 逃进伊达山峡谷 躲进浓密的陵莽 到傍晚再跳进河水 好好沐浴一番 洗净身上的汉字 然后返回伊利昂 但我这颗心 为什么考虑这些事情 也许 当我离开城市 逃往平原时 他会发现我 迅速追来 把我逮住 那时 我便不可能再把死亡逃脱 因为大地上所有的凡人中 他强大无比 或者 我在这城下迎上去 和他交战 瑞丽的铜腔 也会把他的身体刺穿 他也只有一个灵魂 他也是凡人 只是科罗诺斯之子 赐给他荣誉 他这样说 决定等待 阿基 阿基留斯 急切的战斗欲望 充满了勇敢的心灵 有如一只 走出浓密树丛的豹子 碰上猎人 心中毫不惊慌畏惧 听见猎狗飞声 也不仓皇逃跑 即使猎人向他投来 飞驰的枪使 把他击中 他也不会失去勇气 人要冲向敌人 拼个或活或死 高贵的安特诺尔之子 阿格诺尔 也不想逃跑 要同阿基留斯比试 他把那面等进盾牌 举到身前 紧握长枪 瞄准对方 放声大喊 光辉的阿基留斯 你心里无疑希望 今天就把勇敢的 特洛亚人的城市摧毁 愚蠢啊 特洛亚人 还会制造许多苦难 城里还有许多 像我们这样的勇敢者 他们会在他们的父母 妻儿面前 为伊利昂而战 你会在这里赶上死亡 不管你如何可怕 作战如何勇敢 他这样说 用强健的臂膀 投出长枪 那只枪没有白头 击中膝下的小腿 用膝锻造的星镜甲 在他的小腿周围 可怕的震响 头枪同间被弹了回来 虽击中 却未能击穿 被神明的礼物挡住 轮到佩留斯之子 进攻神明的阿格诺 阿波罗不让阿基留斯 获得荣誉 用一团浓物 把阿格诺射走 使他不受任何损伤的 离开了战场 射神又诡诈的 把佩留斯之子 又开军队 他让自己 完全幻化成 阿格诺尔模样 在前面逃跑 阿基留斯 在后面奋力追赶 阿基留斯 一直追过 小麦覆盖的平原 在拐弯 追向波涛汹涌的 斯坎曼德罗斯河 与逃跑者相距不远 阿波罗一直这样 诱骗阿基留斯 好让他 急急追赶 其他的特洛亚人 这时迫不及待地 蜂拥着 逃进城里 立即把城市挤满 没有人 胆敢留在城外 高高的围墙下 等待同伴 查看他们 谁已经逃进城 谁留在了战场 所有的人 都潮水般 向城市拥来 只要吸一腿 救得了他们 好 河马史诗 伊利亚特 第21卷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河马史诗 伊利亚特 作者 古希腊 河马 第二十二卷 赫格托尔 被阿基留斯杀死 遭凌辱 特洛亚人 向一群 精鹿 逃进城里 他们抹去汗屋 饮水 解除了灶壳 依靠着 坚固的质碟 喘息 阿开奥 阿开奥斯人 继续向城墙冲来 把盾牌 靠在尖头 恶毒的命运 却把赫格托尔 束缚在原地 把他阻留在伊利亚城外 撕开门前 福波斯 阿波罗 这时 对佩留斯之子 这样说 佩留斯之子 你为何这样快腿 追赶我 一个有死的凡人 追赶不朽的神明 显然 你没认出 我是神 才这样追赶 你放弃 同那些逃跑的 特洛亚人作战 他们已经逃进城 可你却跑来这里 你杀不了我 因为命运注定 我不死 杰族的阿基留斯 无比愤怒地回答说 社神 罪着恶毒的神明 你欺骗了我 把我从城墙引来这里 要不还会有许多人 没逃进伊利亚 便先趴下 啃泥土 你夺走了我的巨大荣誉 轻易地挽救了 那些特洛亚人 因为你不用担心 受惩处 倘若有可能 这笔账 我定要跟你清算 他这样说 重新勇猛奔向城市 如同竞赛中 得胜的骏马 拖着战车 奔跑得那样轻快 敏捷地奔过平原 阿基留斯 也这样快捷地 脉动两腿和双膝 老王普里阿摩斯 第一个看见他奔来 如同星辰浑身光闪地 奔过平原 那星辰秋季出现 光芒无比明亮 在昏暗的夜空 超过所有其他星星 就是人称猎户星座中 狗星的那一颗 他在群星中最明亮 却把胸罩预告 把无数难熬的热病 送来可怜的人间 阿基留斯奔跑时 胸前的铜装 也这样闪亮 老王长叹一声 不由地举起双手 锤打自己的脑门 连连承重长叹 恳求儿子回城 赫格托尔站在城外 心情热切地 要同阿基留斯 打一场恶战 老王把手伸向赫格托尔 可怜地哀求 赫格托尔 儿子啊 不要独自在那里 等那家伙 你这时想让他打倒寻死 因为他远比你强大 又很凶残 如果他令神明 也像令我这样讨厌 那他早就该躺在地上 死于非命 被猎狗鹰就撕碎 消失我心头的痛影 他夺走了 我的许多高贵的儿子 迈往遥远的海盗 或把他们杀死 在逃进城里的特洛亚人中 我没有看见 吕卡昂和波里多罗斯 我的两个儿子 拉奥托埃 一个杰出的女子 生了他们 如果 他们活在敌营 我们便用青铜和黄金 去赎他们 家里有住存 高贵的老人 阿尔特斯 给女儿丰厚的馈赠 如果 他们已被杀死 前往哈德斯 便又给我和他们的母亲 增添了哀处 特洛亚人 不会为他们痛心太长久 除非 你也一起 被阿基留斯杀死 我的孩子 尽城来吧 为了拯救 特洛亚男女 也为了不让 阿基留斯 赢得巨大的荣誉 你不至于 失去宝贵的生命 可怜可怜 不幸的我吧 我还活着 已进入老迈 天赋宙斯 却要让我 度过可怕的残念 看见许多不幸 看见我的儿子们 一个个惨遭屠戮 女儿们被掳 丧失自由 卧室遭喜结 幼儿被敌人无情的杀害 抛到地上 儿媳们 一个个落入 阿开奥斯人的魔掌 当有人用锐利的铜刃 把我刺中或砍伤 灵魂离开身体 我最后死去的时候 贪婪的狗群 将会在门槛边 把我撕碎 他们本是我在餐桌边 喂养的看门狗 却将损吸我的血 燕足地躺在大门口 年轻人在战斗中 被锐利的铜器杀死 他虽已倒地 一切仍会显得很得体 他虽已死去 全身仍会显得很美丽 但一个老人 若被人杀死倒在地上 白发淫虚 甚至腹下被狗群玷污 那形象 对于可怜的凡人 最为悲惨 老王说完 伸手乱扯 他那头白发 但仍不能动摇赫格托尔既定的决心 他的母亲这时也伤心地痛哭流涕 他一手拉开衣巾 一手脱起乳布 含泪对他说出有意飞翔的话语 而啊 赫格托尔 可怜我 看在这份上 我曾经用他里面的汁水平服你哭泣 想想这些 亲爱的孩儿 退进城来 回击敌人 不要单独和那人对抗 阿基留斯性情凶残 如果你被他杀死 亲爱的儿啊 你便不可能安卧停失床 被我和妻子哭泣 你会远离我们 在阿尔戈斯船舶边 被敏捷的狗群饱餐 他们一面痛哭 一面对儿子这样说 苦苦哀求 但没能打动赫格托尔的心灵 他仍站在原地 等待强大的阿基留斯 有如一条长蛇 在洞穴等待路人 那蛇吞吃了毒草 心中玉姬疯狂 全曲着旁锯洞口 眼睛射出凶光 赫托尔也这样 心情积悦 不愿退缩 把那面闪亮的盾牌 依着突出的城墙 但他也不无忧虑地 对自己的傲心 这样说 天哪 如果我退进城里 躲进城墙 波里达玛斯 会首先前来 把我责备 在神样的阿基留斯 付出的这个恶业 他曾经建议 让特洛亚人 退进城里 我却没有采纳 那样本会更合适 现在 我因自己挽扭 损折了军队 愧对特洛亚男子 和夜长群的特洛亚妇女 也许 某个凭见于我的人 会这样说 只因赫格托尔过于自信 损折了军队 人们定会这样指责我 我还远不如出战阿基留斯 或者我杀死他胜利回城 或者他把我打倒 我光荣战死城下 当然 我也可以放下这突渡盾牌 取下沉重的头盔 把长枪依靠城墙 自作主张 与高贵的阿基留斯讲和 答应把海伦 和他的全部财产 交还阿特洛斯之子 阿勒山德罗斯 当初用空心船 把他们用来特洛亚 成为争执的根源 我还可以 向阿卡奥斯人提议 让他们和我们军分 城里筑藏的所有财富 我可以召集 全体特洛亚人启示 什么都不隐藏 把我们可爱的城市 拥有的一切 全都交出来 均分两半 可我这颗心 为什么考虑这些事情 我绝不能走近他 他丝毫不会可怜我 不会尊重我 他会视我如同弱女子 赤裸裸地杀死 当我卸下这身铠甲时 现在 我和他不可能像一对 青年男女优惠时那样 从橡树和石头 续续弹起 青年男女 才那样不断予予情欲 还是让我和他 尽快地全力拼杀吧 好知道 奥林波斯神 究竟给谁胜利 赫格托尔思绿等待 阿基留斯来到近前 如同安妮阿利奥斯 头盔颤动的战士 那支佩利昂产的成木枪 在他的右肩 布人的晃动 浑身铜装 光辉闪颤 如同一团烈火 或出生的太阳的灰光 赫格托尔一见他 心中发颤 不敢再停留 他转身仓皇逃跑 把城门留在身后 佩留斯之子 凭借快腿 迅速追赶 如同禽鸟中 飞行最快的游笋 在山间敏捷地追逐一只 惶惶怯逃的野哥 野哥迅速飞躲 游笋不断尖叫着 紧紧追赶 一心想扑上 把猎物逮住 阿基留斯当时 也这样在后面 紧追不舍 赫格托尔在前面 沿特罗亚城墙 急急逃奔 他们跑过秋冈 和迎风摇曳的无花果树 一直顺着城墙下面的 车道奔跑 到达两道 永逸清澈水流的泉边 汹涌的斯卡曼德罗斯的两个源头 一道泉涌流热水 热气从中升起 笼罩泉边 如同缭绕着烈焰的烟雾 另一道涌出的泉水 即使夏季 也凉得像冰雹或冷雪 或者有水迎接的寒冰 紧挨着泉水 是条条宽阔精美的石槽 在阿凯奥斯人到来之前的和平时光 特罗亚人的妻子 和他们的可爱的女儿们 一向在这里 洗涤他们的漂亮衣裳 他们从这里跑过 一个逃窜 一个追 逃跑者固然英勇 追赶者比他更强 迈着敏捷的双脚 不是为争夺祭品 或者牛格 这些通常的竞赛奖赏 而是为了夺取迅玛的赫格托尔的性命 如同在为牺牲的战士 举行的葬礼竞赛中 许多单体马 为能夺得三脚顶 或女人 这样丰厚的奖品 绕着标杆飞驰 他们也这样 绕着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迈着快腿绕了三周 神明众睽睽 天神和凡人之父 终于对神明这样说 啊 我亲眼看见 我们宠爱的人被追赶 严城墙落荒奔逃 赫格托尔使我怜悯 他经常在崎岖的一大山的高峰上 或在特洛亚城堡 虔诚地敬献给我 撞牛的肥厚腿肉 现在 被勇敢的阿基留斯 围绕着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紧紧追赶 神明们 你们好好想想 帮我拿主意 我们是救他的性命 还是让这个高尚的人 今天倒闭于佩留斯之子 阿基留斯的手下 目光炯炯的女神 雅典娜 立即回答说 至闪电的父亲 吉云之神 你说什么话 一个有死的凡人 命运早做限定 难道 你想让他 免除可怕的死亡 你看着办吧 但别希望我们赞赏 吉云之神 宙斯 这样回答 雅典娜 特里托格尼亚 亲爱的孩子 你别着急 我所言并非有什么打算 但愿你秤心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不要迟言 宙斯的话 鼓励了月月月式的女神 雅典娜 迅速飞下奥林波斯封顶 杰族的阿基留斯 继续疯狂追赶 赫格托尔 有如猎狗在山间 把小鹿逐出窝穴 在后面紧紧追赶 赶过溪谷 河沟河 即使小鹿转身 窜进树丛藏朵 也要寻踪密集的追赶 把猎物逮住 赫格托尔也这样 摆脱不了 杰族的阿基留斯 每当他偏向 达尔达尼亚城门方向 企图挨着建造坚固的 城墙奔跑 城上的人们 朝下放箭保护他的时候 每次阿基留斯都抢先把他 挡向平原 自己始终站着 靠近城墙的道路 有如人们在梦中 始终追不上逃跑者 一个怎么也逃不脱 另一个怎么也追不上 阿基留斯也这样 怎么也抓不着 逃跑的赫格托尔 赫格托尔 怎么能这样 躲过残忍的死神 只因为阿波罗 最后一次来到他身边 向他灌输力量 给他敏捷的脚步 神样的阿基留斯 向他的部队摇头示意 不许他们向赫格托尔 投掷锐利的枪使 免得有人击中 得头奖 他屈居次等 当他们一逃一追 敌四次来到全边 天父取出他的纳干 黄金天秤 把两个悲惨的死亡判决 放进秤盘 一个属阿基留斯 一个属驯马的赫格托尔 他提起乘杆中央 赫格托尔一侧下倾 滑向哈德斯 阿波罗立即把他抛弃 目光炯炯的女神雅典娜 迅速来到佩留斯之子身边 说出有意飞翔的话语 宙斯的宠儿阿基留斯 我们渴望今天让阿开奥斯人 带着全圣回船 难以制服的赫格托尔 将被我们杀死 现在他已不可能 逃脱我们的手掌 不管射神阿波罗 怎样费心帮助他 甚至匍匐着哀求 皮大顿的天父宙斯 你且停住脚步喘喘气 我这就去上前找他 劝他和你一决胜负 阿基留斯听从雅典娜 心中欢喜 煮着那肝铜肩成木枪 停住脚步 雅典娜离开他 赶上神样的赫格托尔 模仿得伊福波斯的外貌 和洪亮的嗓音 站着他近旁 说出有意飞翔的话语 亲爱的兄弟 杰族的阿基留斯 如此快步 绕着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把你追赶 现在让我们停下来 就在这里迎战 好 河马史诗伊利亚特 第二十二卷上半部分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河马史诗伊利亚特 作者 古希腊 河马 这一集 我们继续来分享 第二十二卷下半部分的内容 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格托尔 回答雅典娜 德伊福波斯 在赫卡伯和普里阿摩斯 给我的所有兄弟中 你一向对我最亲近 现在 我心中比以前更为深智的敬爱你 只有你看见我被追赶 愿意出城帮助我 其他人都不敢出来 在城里金黄的藏躲 目光炯炯的女神雅典娜 这样回答说 亲爱的兄弟 父王和母后 都曾报夕哀求我 不要出城 部下也这样力劝 他们全都如此害怕 那个阿基留斯 但我在城里 心中为你痛苦难忍 现在 让我们大胆迎战 和他厮杀 枪下不留情面 看看如何结果 是他杀死我们 带着血污的铠甲 返回空心船 还是他倒在你的枪下 雅典娜这样说 用矫技带领他冲上前去 待他们这样相向而行 互相逼近时 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格托尔 首先说话 佩留斯之子 我不再逃避你 像刚才绕行 普里阿摩斯的都城 三遭不停步 现在 心灵吩咐我 停下来和你拼搏 或是我得胜 把你杀死 或是你杀我 但不妨 让我们敬请神明 前来作证 神明能最好的监督 和维护我们的誓言 如果宙斯让我获胜 把你杀死 我不会侮辱你的躯体 尽管你残忍 阿基留斯 我只剥下你那副辉煌的铠甲 尸体骄阿凯奥斯人 你也要这样待我 杰族的阿基留斯 狠狠地看他一眼 回答说 赫格托尔 最可恶的人 没什么条约可言 尤如狮子和人之间 不可能有姓氏 狼和绵羊 永远不可能协和一致 他们始终与对方为恶 互为仇敌 你我之间也这样 不可能有什么有爱 有什么誓言 唯有其中一个倒下 用自己的血 为保持盾的战士阿瑞斯 鼓起你的全部勇气 现在正是你表现自己 是名枪手和无畏战士的时候 不会有别的结果 帕拉斯雅典娜 将用我的枪打倒你 你杀死了我那么多朋友 使我伤心 你将把欠债一起清算 阿基留斯说完 举起长杆枪 投了出去 官辉的赫格托尔 临面看见 把枪躲过 他见枪飞来 蹲下身 让铜枪从上面飞过 插进泥土 但帕拉斯雅典娜 把他拔起 还给阿基留斯 把士兵的牧者赫格托尔忙过 赫格托尔对勇敢的 佩留斯之子大声说 神样的阿基留斯 你枉费力气 没头重 并非由宙斯得知我的命运 告诉我 你这是企图 用花言巧语把我蒙骗 想这样威吓我 失去作战的力量和勇气 我不会转身逃跑 让你背后这头枪 我要灵面冲上来 让你正面刺胸膛 如果这是神意 现在你先吃我一枪 但愿你把这支铜枪 能全部吃进肉里 只要你一死 这场战争对于特洛亚人 并会变容易 你是他们最大的灾祸 赫格托尔说完 晃动着投出他的长杆枪 击中佩留斯之子的神造盾牌的中心 他没有白头 但长枪却被盾牌弹回 赫格托尔懊 因为没有第二支沉木枪 他大声叫喊 手持白盾的德伊福波斯 要他递过来长杆枪 但已逆迹 无踪影 赫格托尔明白了事情真相 心中自愈 天哪 显然是神明命令我来受死 我以为英雄德伊福波斯在我身边 其实他在城里 雅典娜把我蒙骗 现在死亡已距离不远 就在进前 我无法逃脱 宙斯和他的摄神儿子 显然已这样决定 尽管他们曾那样热心地帮助过我 命运已经降临 我不能束手待毙 暗无光彩地死去 我还要大杀一场 给后代留下英名 赫格托尔这样说 一面抽出锋利的长剑 那剑又大又重 佩戴在他的腰边 他灰剑猛扑过去 有如高飞的苍蝇 那苍蝇穿过乌黑的云气 敷向平原 一心想捉住 柔顺的羊羔 或胆怯的野兔 赫格托尔也这样 挥舞力剑冲杀过去 阿基留斯也冲杀过来 内心充满力量 把那面装饰精美的盾牌 举在胸前 头上晃动着 闪亮的四行式槽的头盔 美丽的金丝 在盔顶不断摇曳 赫菲斯托斯 把他们秘密的锦箱窥挤 夜晚的昏暗中 金星太白 闪烁于群星间 无数星辰 完颤于天空 属他最明亮 阿基留斯的长枪枪间 也这样闪光辉 他右手举枪 为神样的赫格托尔 构思霍殃 看那美丽的身体 哪里戳杀最容易 赫格托尔 全身有他杀死 帕特罗克洛斯夺得的 那幅精美的铠甲 严密护卫 只有连接肩膀和颈膊的 锁骨旁边 露出咽喉 灵魂最容易从那里飞走 神样的阿基留斯 一枪戳中 像他猛扑的赫格托尔的喉部 枪尖笔直穿过 柔软的颈膊 沉重的沉默铜腔 尚未能戳断气管 赫格托尔还能言语 和阿基留斯答话 阿基留斯见赫格托尔倒下 这样夸说 赫格托尔 你杀死帕特罗克洛斯 无忧虑 见我长时间霸占 无惊无恐 心安然 愚蠢啊 那里还有一个 比帕特罗克洛斯 强很多的人在 我还留在空心船前 现在 我杀了你 恶狗飞禽 将把你践踏 阿卡奥斯人 却将为帕特罗克洛斯 行葬礼 头盔闪亮的赫格托尔 声音虚弱地回答说 我求你 以你的心灵 双膝和双清的名义 不要把我丢给 阿卡奥斯传遍的狗群 你会得到许多黄金 铜块 做赎金 我的父王和母后 会给你送来厚礼 让我的身体运回去吧 好让特罗亚人和他们的妻子 给我的遗体火葬 行祭礼 杰族的阿基留斯 怒目而逝 回答说 你这条狗 不要提膝盖和我的父母 凭你的作为 在我的心中激起的怒火 恨不得把你活活剁碎 一块块吞下肚 绝不会有人 从你的脑袋旁 把狗赶走 即使特罗亚人为你 把十倍二十倍的熟礼送来 甚至许诺还可以增添 即使普里阿摩斯丰富 用你的身体 衬量熟生的黄金 你的生生母亲 也不可能 把你放上停尸床 哭泣 狗群和飞禽 会把你全部吞噬干净 头盔闪亮的赫格托尔 灵死这样回答说 我这下看清了你的本性 我曾预感 不可能说服你 因为你有一颗铁样的心 不过 不管你如何勇敢 也请你当心 我不要成为 神明迁怒你的根源 当帕里斯和阿波罗 把你杀死在斯卡埃城门前 他这样说 死亡降临 把他罩住 灵魂离开肢体 前往哈德斯的居所 留下青春和壮涌 哭泣命运的悲苦 解读的阿基留斯 对死去的赫格托尔这样说 你就死吧 我的死亡我会接受 无论宙斯和众神 何时让他实现 阿基留斯这样说 从尸体上拔出铜枪 搁置一旁 再拨取肩上血污的铠甲 其他阿卡奥斯人拥过来 四面为上 精益赫托尔 身材魁梧 相貌俊美 没有人不使他 再增加一点新的商计 人们都对自己近旁的同伴 开言这样说 哎呀呀 这位赫格托尔 现在确实显得 比他把熊熊火把 抛向船舶时 要温和 大家一面说 一面戳击不动的尸体 杰族的阿基留斯 拨下赫格托尔身上的铠甲 开始对阿卡奥斯人 把代义的话这样说 朋友们 阿尔格斯 各位首领和君王们 既然不朽的神明 让我打倒了他 他给我们造成的灾害 超过其他人 现在 让我们全副武装 绕城行径 看看特洛亚人 怎样想 有什么打算 他们是见赫格托尔被杀死 放弃高城 还是没有赫格托尔 也仍要继续作战 可我这颗心 为什么考虑这些事情 帕特罗克洛斯 还躺在船里 没有被埋葬 没有受哀礼 只要我还活在人世间 还能行走 我便绝不会把他忘记 即使在哈德斯的处所 死人把死人忘却 我仍会把我那 亲爱的同伴 牢牢铭记 阿凯奥斯战士们 现在 让我们高唱凯歌 返回空心船 戴上这具 躺着的尸体 我们赢得了巨大的光荣 杀死了赫格托尔 城里的特洛亚人 把他夸耀得如同神明 他一面这样说 一面构思 如何凌辱 赫格托尔的尸体 他把赫格托尔的双脚 从脚踝到脚跟的金剑 割开 穿进皮带 把他们系上战车 让脑袋在后面拖地 他跳上战车 举着那副辉煌的铠甲 扬边驱侧 那两匹战马 如飞斑劫持 赫格托尔脱液在后 扬起一片盛烟 黑色的卷发 飘散两边 俊美的脑袋 扎满厚厚的尘土 宙斯已把他交给他的敌人 在他的祖国 恣意凌辱他 赫格托尔的脑袋 就这样 在尘埃里翻滚 他的母亲 见儿子受辱 扯乱了头发 把扯下的闪亮头巾扔掉 放声哭喊 他的父亲 也悲惨地痛哭 周围的人们 也一片哭嚎 整座城市 陷入悲气 到处是凄惨的哭声 有如巍峨的伊利昂 从高堡到窄巷 突然被熊熊的大火吞噬 老王狂乱地奔向 达尔达尼亚城门 想冲出城去 人们好容易 把他拦住 老人趴在污泥里 向大家急切地恳求 一一称呼每个人的姓名 对他们这样说 朋友们 不要管我 你们关心我过分 让我出城 前往阿凯奥斯人的船舶 去向那个无恶不作的家伙请求 或许 他会自缠年轻 敬重我老年 他也有一个 像我这样年纪的父亲 佩留斯 养育了他 给特洛亚人为祸 在所有的人中 给我造成最大的苦难 我那么多儿子 正值华年 被他杀死 我曾为他们惨遭不幸 伤心地哀哭 但这次为赫格托尔 却使我悲痛欲绝 啊 即使他能死在我的怀里也好 那样 他那个生他道 世间的母亲和我 便可为他行哀悼 尽情地流泪哭泣 老人放声哭诉 居民们一片哀嚎 赫卡伯 也对特洛亚妇女们 这样悲诉 孩儿啊 我多命苦 现在你已死去 我为何还苟延残喘 在人世 受苦挨熬肩 你在特洛亚 夜以继日地令我骄傲 全城的男女 视你如救星 敬你如神明 你活着的时候 曾是他们的巨大希望 但现在死亡 和残忍的命运 把你追上 赫卡伯这样大声哭诉 赫格托尔的妻子 还没有听到消息 没有哪个忠实的信使 前来禀告 她丈夫留在城外的事情 她正在高宅深院的一角 忙着织一匹 双服紫色布 织上各种样的花卉图案 她刚才还吩咐那些 美发的侍女们进屋 把大三脚顶架上旺火 从战场回来的赫格托尔 可以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 她绝没想到 丈夫不可能再回来把澡洗 雅典娜 已通过阿基留斯之手 把她杀死 她听见了跌躲传来的哀嚎悲泣声 全身一震 梭子从手里一滑落地面 她重又召唤美发的女士 对她们这样说 你们俩过来跟我走 看看是什么事情 我听见尊贵的婆婆的哭声 我胸中的心好像要跳出嘴来 双脚麻木无感知 普里阿摩斯的孩子们 定然灾难宁静 但愿我不会听到 那样的不幸消息 可我又担心 神样的阿基留斯 不要以把英勇的赫格托尔 与城市隔开 赶往平原 制服了她那可怕的勇敢 因为她从不畏缩于 一般士兵之间 一向勇猛 无人可比拟 冲杀在前 她这样说 忐忑不安地冲出家门 如疯狂的九绳伴侣 女仆们事后随行 她急急来到城墙边 穿过聚集的人群 爬上城墙放眼探望 看见城外快马 正拖曳着她的丈夫的尸体 无情地把她拖向 阿凯奥斯人的空心船 会夜般的黑暗 照住了安德罗马克的双眼 她养生 晕倒在地 立即失去了灵芝 漂亮的头饰 远远地甩出 掉落地上 有女官 护发 精心编制的发带和头巾 那头巾 细有黄金的阿弗罗迪特窥赠 头盔闪亮的赫格托尔 送上无数聘礼 把她从埃提昂家族迎娶的那一天 姑嫂们立即一起紧紧围拢过来 把她扶起 她沉沉昏厥 犹如死去 等她苏醒过来 灵芝回复心中 立即放生悲痛 对特洛亚妇女气宿 赫格托尔 不幸啊 我们以同样的苦命出生 你生在特洛亚高贵的普里阿摩斯家中 我生在特拜林木覆盖的普拉克斯山下阿提昂家里 不幸的她 生了不幸的我 把我抚养成人 毁当初真不该降世 现在 你已前往哈德斯的昏明处所 傲生莫测的下界 独把我孤零零撇下 在家中守寡 无限悲凉 无限欺处 儿子尚佑 来自这对苦命的父母 赫格托尔 你死了 不能再保护他 他也不能保护你 即使他能逃过阿开奥斯人的惨战 未来人将多苦难 外人会来倾夺他的家业和财产 无依无靠的孤儿 不会有玩耍的伙伴 他将终日垂头伤心 泪洗面颊 贫困迫使年幼的他 去找父辈挚友 多多这人的外袍 扯扯那人的衣衫 直到引起人们的怜悯 把酒杯传给他 也只及沾沾唇言 人是舌燥口干 一个父母双拳的孩子 会把他推开 横抱地对他拳脚相加 肆意凌辱 快滚开 你又没有父亲在这里饮宴 孩子只好哭着回来 找他的寡母 可怜的阿斯提阿纳克斯 从前他惯于坐在父亲的膝头 吃的是骨髓和肥愣的羊汁 在他感觉困乏 停止孩童玩耍后 他便躺在奶妈的怀里 甜甜入眠 床榻柔软 无限的满足 充满心肩 现在他失去了父亲 将忍受无穷的辱难 阿斯提阿纳克斯 特洛亚人对他的别称 因为你为他们保卫城门 和巍峨的护员 现在你躺在翘尾船旁 远离双清 带狗群吃饱 蠕动的蛆虫又来吞噬 赤身裸露 家中空有华服无数 精美艳丽 由妇女们巧手缝制 我将把他们抛进火堆 复之一具 他们与你已无用 你不会再穿着他们 只好在特洛亚人面前 用作对你的祭奠 他这样大声痛诉 妇女们一起悲气 好 河马史诗伊利亚特 第二十二卷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河马史诗伊利亚特》 作者 古希腊 河马 第二十三卷 为帕特罗克洛斯举行葬礼和禁忌 特洛亚全城就这样陷入痛苦的悲气 阿开奥斯人退到赫勒斯庞托斯海边 回到船寨前 散开返回自己的战船 唯有阿基留斯 没有让米尔弥东人解散 他对自己的上午好战的同伴们这样说 欲快马的米尔弥东人 我的忠实朋友 我们暂不要给这些单体马解开原额 让我们把车马赶到帕特罗克洛斯身边 为他举哀 这是死人应享受的权利 等我们举哀之后 心灵得到慰疾 再把圆马卸下 一起在这里用餐 阿基留斯这样说 带头放声哭道 他们驱赶长踪马 绕行尸体三遭 痛哭流涕 特提斯催他们哀哭不止 泪水润湿了沙土 润湿了战士的铠甲 他们就这样哀悼 令敌人胆寒的首领 阿基留斯把杀人的双手 放在朋友胸前 追到死者 激动人心地对大家这样说 帕特罗克洛斯 尽管你在哈德斯的居所 但高兴吧 我正在履行许下的全部诺言 我已把赫托尔的尸体拖来 让狗吞噬 还要在你的火葬堆前 杀死12个特洛亚贵族青年 报复他们杀死你 他这样说 又想出凌辱赫托尔的方法 把赫托尔扔到帕特罗克洛斯 临床前的尘埃里 战士们脱下身上闪亮的青铜铠甲 解开丝鸣的战马 难以圣计地围坐在 埃尔科斯的著名的杰族后裔的船边 他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丧礼晚宴 许多头白牛 摸叫着被锋利的铁刃宰杀 许多头肥美的山羊和绵羊 摸叫着倒下 许多头白尺壮猪 肥鱼肉瘦 伸展在赫菲斯托斯的熊熊火焰上 辽静棕毛 鲜血在尸体周围流淌 如悲观轻注 阿卡奥斯人的其他头领们这时 带领杰族的阿基流斯王 前往神样的阿基门农的住处 他们好容易 才说服悲痛无比的同伴 他们刚一来到阿加门农的营帐 对众位嗓音洪亮的传令官 立即吩咐 要他们把三脚顶架上火堆 希望劝动佩留斯之子 洗去身上迎接的血污 阿基流斯坚决不从命 这样发誓说 凭宙斯启示 他在神明中至尊至上 要直到把帕陀罗克洛斯焚化 建起木营 我也剪下一柳头发 向他敬献 否则 绝不让玉水 把我的脑袋沾湿 我活在人间 不会再忍受这样的痛苦 让我们吃些东西吧 尽管并无欲望 但天意明亮 士兵的首领阿加门农 请立即吩咐人们 去收集充足的柴星 准备好死者 前往冥界 应带去的一切 好让那不灭的火焰 尽快把它焚化 从我们眼前夺走 士兵们照常作战 大家听他这样说完 都很同意 晚餐也很快准备就绪 递给他们 他们每个人都不缺少 相等的一份 在他们满足了 饮酒吃肉的欲望之后 首领们纷纷返回 自己的营帐休息 佩留斯之子 却来到喧嚣的海边躺下 由米尔弥东人围绕 不断深深哀叹 躺在波涛不断拍机的 开阔的暗滩 当睡眠 谢去他的忧愁 把他征服 使他沉入梦境 在多风的伊利昂城下 追逐赫托尔 以使他的四肢泪乏 可怜的帕特罗克洛斯的魂灵 来到他面前 魁梧的声段 美丽的眼睛 完全相似 声音相同 衣着也同原先的一样 那魂灵停在他的头上方 对他这样说 阿基流斯啊 你睡着了 把我忘记 现在我死了 我活着时 你对我不这样 快把我埋葬 好让我跨进哈德斯的门槛 那里的亡魂 幽灵 把我远远地赶开 怎么也不让我过河 加入他们的行列 使我就这样 在哈德斯的宽阔大门外 荡游 我求你把这只手伸给我 因为你们亦把我焚化 我便不可能从哈德斯回返 你我不可能再活着 一起离开同伴 促息磋伤秘密事宜 无情的命运已经把我吞没 出生时就这样注定 阿基流斯啊 尽管你英勇威武如神明 命中也注定将死在 富饶的特洛亚城下 我对你 阿基流斯啊 还有一个请求 请不要让我俩的骨头分离 让我们合葬 就像我俩在你们家 从小一起长大 父亲在我儿时 把我从奥波埃斯送到你们家 因我犯了可怕的杀人罪 一天游戏玩耍羊齿骨 发生争执 只因幼稚 误伤了安菲达玛斯的儿子 车站的佩流斯 友善地把我留在宫中 尽心抚养我成长 为命我做你的事伴 因此 让我俩的骨灰 将来能一起装进 你的母亲给你的那只 黄金双耳罐 杰族的阿基流斯 回答帕特罗克洛斯 亲爱的朋友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向我一件件详细吩咐这些事情 你说的我都同意 我会全都遵行 现在请你走近我 让我们拥抱一番 也好从痛苦的哭泣中 得到短暂的慰疾 阿基流斯这样说 向挚友伸出双手 但没能抱住他 那魂灵悲弃着 去到地下 犹如一团烟雾 阿基流斯惊跳起来 使劲拍击双手 无限伤心地这样说 阿 这是说 在哈德斯的宫殿里 还存在某种魂灵和幽影 只是没有生命 可怜的帕特罗克洛斯的魂灵 整整一夜站在我身旁 模样和他本人完全一样 不住地流泪哭泣 吩咐我一件件事情 他这样说 大家忍不住又哭泣起来 当玫瑰色的黎明呈现时 他们还在哭泣 围着可怜的尸体 统帅阿加盟农 这时从各营征集陀罗 打发士兵去收集柴心 由勇敢的伊多莫纽斯的侍从 杰出的莫里奥涅斯 主持整个差遣 战士们一个个手握宽刃砍柴利斧 和坚固的绳索出发 陀罗走在前头 顺着高低不平的坡道和曲折的山径 他们来到泉水丰富的伊达山坡地 迅速挥动同府 砍伐高大的橡树 粗壮的树干 哗啦啦倒地震耳爆裂 阿卡奥斯人劈开树干 用绳索把他们绑上罗背 陀罗吃力的麦腿开路 穿过茂密的金蟒 把柴心拖到平原 砍伐人也都生悲柴心 穆里奥捏斯 勇敢的伊多莫纽斯的侍从 这样命令 他们来到海滨 阿基留斯选定在那里 为帕特罗克洛斯和他自己 建一座巨墓 当他们把一捆捆柴星 在场地周围堆放整齐 便围惧一起坐地待命 阿基留斯吩咐号战的 米尔弥东人 披挂铠甲 车战将士各个驾员 人们立即穿好甲皱 武装整齐 车战将士登上战车 犹豫者陪同 战车前行 后随密麻麻数不清的步兵 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抬着行径在中央 他们剪下柳柳头发 盖满了尸体 神样的阿基留斯 从身后拖着头部 陪伴高贵的朋友 前往哈德斯的处所 他们来到阿基留斯指定的地点 放下帕特罗克洛斯 开始跌躲柴星 神样的杰族阿基留斯 又想起一件事情 他离开柴堆 剪下一柳褐色的头发 留着他们 原为斯佩尔赫奥斯和神 他瞥了一眼 酒色的大海 愤怒地这样说 斯佩尔赫奥斯 我父亲白白向你祈求 答应当我安全返回 亲爱的祖国时 把这柳头发献给你 给你祭献大礼 杀武师头愣公羊 在那段闺女管辖 设有新乡的祭台的水边 祭献给你 他这样祈求你 你没有满足老人的心愿 现在既然我不可能返回 亲爱的故乡 便让帕特罗克洛斯 把这柳头发带走 他这样说 把头发放到朋友的手里 感动得周围的人们 不禁又一阵哭泣 他们当时 也许会直哭到太阳落下 若不是阿基留斯 对阿江门农这样说 阿特柳斯之子 阿开奥斯人的军队 最听你的吩咐 以后还可以再哭泣 但现在 让他们离开柴堆 去准备晚餐 我们这些对死者最痛心的人 将照料这里的事情 各位首领也请留下 士兵的统帅阿家门农 听他这样说 立即遣散军队 回各自的平稳的船只 最亲密的同伴 留下继续跌躲柴星 跌起一个长摆布 宽野摆布的焚尸堆 极度沉痛地 把朋友的尸体抬上堆顶 他们把许多肥愣的绵羊 和弯腿曲脚牛 在柴堆前杀死剥开 应用的阿基流斯 取出脂肪 把尸体从头到脚裹盐 在帕图罗克洛斯周围 叠放剩下的身体 他又拿来双耳罐 装满油脂和蜂蜜 一放在尸床边 又把四匹高头大马 大喊一声 尽力向高高的粉尸堆扔去 帕图罗克洛斯生前 喂养了九头爱犬 阿基流斯杀了其中两头 扔上焚尸堆 又用锋利的铜刀 砍杀高傲的特洛亚人 十二个高贵的儿子 怀着满腔愤恨 然后把焚尸堆 交给猛烈的火焰吞噬 他嚎哭着 呼唤亲爱的朋友的名字 帕图罗克洛斯 尽管你在哈德斯的居所 但高兴吧 我正在履行 许下的全部诺言 高傲的特洛亚人的 十二个高贵儿子 将同你一起被焚化 至于 那个赫克托尔 我将不把他交给火 而是交给狗群 阿基流斯这样威胁 狗群却未能接近 赫克托尔的尸体 宙斯的女儿 阿弗罗迪特 日夜驱赶 又用玫瑰神膏 涂抹尸身 免得阿基流斯 把他拖来拖去 遭污损 福波斯阿波罗 又为他从上天 放下一团 浓浓的黑云到大地 罩住尸体 所在的那块地方 免得强烈的太阳光芒 把死者躯体的肌肉 和四肢很快烤干 帕特罗克洛斯的 焚尸堆未能立即燃起 神样的杰祖阿基流斯 另想出一个主意 他离开焚尸堆站住 祈求波瑞阿斯 和泽费罗斯两位封神 答应奉献丰富的祭礼 他用金杯不断电酒 请求封神前来 快把那柴堆燃起熊熊烈火 迅速焚化那些尸体 伊丽丝听见祷告 迅速去报告封神 中封神正在强劲的 泽费罗斯的居处 欢乐饮宴 伊丽丝急匆匆赶到那里 站在石门槛边 他们一看见他到来 都立即站起来邀请他 坐到自己身边 伊丽丝谢绝入座 开始对他们这样说 我可没时间闲坐 我还得回到环海 埃萨比亚国土 他们正给神明们举办圣祭 我要去那里参加饮宴 阿基留斯祈求 大声喧嚷的泽费罗斯 和波瑞阿斯前去 应允丰盛的祭礼 请求你们燃望 帕特罗克洛斯的焚尸堆 全体阿开奥斯人 正把他沉痛的悼念 伊丽丝说完 随即离开 两位风神喧喧嚷嚷的升起 去开前面的云翼 他们迅猛的来到海上 呼啸着掀起 层层巨蓝 当他们一到达特洛亚沃土 便立即扑向焚尸堆 燃起猛烈的火焰 他们一整夜强劲吹拂 助长火势 劫族的佩留斯之子 阿基留斯 也整夜不断地举起双耳杯 从黄金的条缸里 盈盈咬酒泪蒸 把整块地面浇湿 声声呼唤 不幸的帕特罗克洛斯的魂灵 又如父亲 悲痛的焚化 未婚儿的尸骨 爱子的早妖 给双亲带来巨大悲切 阿基留斯 也这样悲伤的焚化 朋友的尸体 缓缓地绕着柴堆行走 不停地叹息 成星升起 向大地宣示阳光来临 橘黄色的黎明 随即出现 洒满海面 焚尸堆也渐驱燃尽 火焰慢慢熄灭 两位风神回家 度过瑟雷斯海面 使大海骤然咆哮 掀起巨浪滔天 佩留斯之子 离开焚尸堆走到一旁 疲惫地躺到地上 屈服于甜蜜的睡眠 其他首领们 聚向阿特柔斯之子的身边 砸他的脚步 和喧嚷的人声 把阿基留斯惊醒 他坐起身来 对阿开奥斯首领们这样说 阿特柔斯之子 和阿开奥斯全军重首领 你们首先用暗红色的酒浆 把焚尸堆所有的余境浇灭 然后我们收敛 莫洛提奥斯之子 帕特罗克洛斯的骨骸 大家要仔细辨认 不过也很容易识别 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安放在火葬堆中央 其他的人和马 混杂的堆放在火葬堆边缘 我们把它的所有骨骸 装进黄金罐 用双层脂房风景 直到我也去哈德斯 我不要求你们给他建造大焚炯 只要合适就行 让那些在我死后 仍然留在多奖船边的 阿开奥斯人 再为我们建起一座 高大的焚银 阿基留斯这样说 大家听从他的吩咐 他们首先用暗红色的酒液 浇灭焚尸堆 所有燃过的柴星 焦线厚厚的灰烬 再停着泪水 把慈善的朋友的白骨捡起 装进金罐 用双层脂房 牢牢封紧 安放进营罩 罩上一层柔软的麻精 他们又画好坟墓标记 在焚尸堆周围 打好焚鸡 再往基地上叠剁泥土 剁完高高的坟墓 纷纷离开 若回营 这时 阿基留斯叫他们 做成圆圈留带 从船上搬来 丰富的奖品 大锅 三脚顶 许多快捷的马匹 陀螺 强壮的肥牛 还有许多腰带美丽的妇女 和灰铁 他首先为战车竞赛优胜者 提出奖励 把一个鲸鱼 各种手工的妇女 和一只能成22升的 大耳三脚顶 奖给第一名 奖给第二名的奖品是 一匹六零母马 从未接触过圆鳄 腹中还怀着马居 奖给第三名的奖品 是一只精致大锅 四身容量 金银闪亮 从未见过火 奖给第四名的奖品 是两塔兰铜黄金 奖给第五名的奖品 是双耳冠 也未见过火 阿基留斯站起来 对阿尔戈斯人这样说 阿特柔斯之子 和列位竞甲精美的 阿卡奥斯将士 这些奖给战车优胜者 如果我们今天 为别的人举行竞赛 我定然会夺得第一名 带着奖品回赢 众所周知 我那两匹战马 最俊美 他们是不死的神马 波赛东 把他们送给我父亲 佩留斯 我父亲 又把他们交给我 但今天 我和那两匹单体马 都不会参赛 因为他们失去了 那样光荣的欲者 还有那样善良 常用润滑的橄榄油 涂抹他们的棕毛 用清水 为他们梳洗 现在 他们正助力在那里 痛到欲者 心中无比悲哀 棕毛直垂地面 其他任何阿开奥斯人 都可以参赛 只要他认为 可信赖自己的车辆和马匹 好 和马史诗 伊利亚特 第二十三卷 第一部分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河马史诗 伊利亚特 作者 古希腊 河马 这一集 我们继续来分享 第二十三卷 第二部分的内容 他的话 激动了许多出色的车战将士 首先站出来的是士兵的首领 欧莫洛斯 阿德莫托斯的 金鱼玉树的可爱的儿子 接着是提丢斯之子 强大的迪奥莫德斯 他嫁遇特洛亚马匹 从阿尼阿斯那里夺得他们 阿波罗把阿尼阿斯搭救 然后是宙斯养育的金发 莫尼拉奥斯 阿特柔斯之子 扼下架着两匹快马 阿江门农的埃特 和他自己的波达尔戈斯 埃特系安基赛斯之子 埃克波洛斯所赠 主人不想带着他 前往多丰的伊利昂 宁愿在家中安静的生活 因为宙斯赠给他许多财富 在广袤的西库昂居住 莫尼拉奥斯就驾着 跃跃欲试的那匹马 第四个站出来的安提洛克斯 驾着长宗马 他是尼流斯之子 新高至大的首领 尼斯托尔的杰出儿子 站车由皮洛斯铲的 两匹快马驾员 父亲走到他身旁 对早已在行的他 仍然尊尊忠告不止 安提洛克斯 你虽然年轻 但宙斯和波赛东宠爱你 向你传授了全部的驭马技术 现在无需在这里 向你做太多的指点 你绕路标拐弯是能手 但我们的马匹速度太慢 我担心这方面你会吃亏 对手们的马匹虽然速度快 但他们的预者 并不比你知道的更多 技术更精明 努力吧我的儿 发挥你的全部技能 不要从你手边 丢掉丰厚的奖品 优秀的伐木人 不是靠臂力 而是靠技能 舵手在酒色的海上 保持正确的航向 校正被风暴刮偏的船只 也是靠技能 预者战胜预者 道理也是一样 通常 预者听任自己的车马奔驰 拐弯时不精心过分远离 或过分挨近 马匹离开了规定的跑道 也不纠偏 聪明的预者 即使驾驭较慢的马匹 但眼睛始终看清路标 就近拐弯 需要拉紧牛皮江绳时 从不疏忽 一直紧握手中 注视着前面的对手 现在 我把路标指给你 你要看清 前面有颗枯树桩 一人长 高出地面 不知是象是山 尚未被雨水腐烂 镜旁立着两块白石 斜靠两侧边 道路在那里拐弯 周围地面平坦 它可能是从前某个人去世后的墓碑 也可能正是以前人们立的拐弯柱石 截族的阿基流斯 把他们作为拐弯标记 你要紧挨着拐弯 驱赶马匹和战车 自己在精致的战车里 双脚牢牢站稳 稍许倾向左侧 腰和右侧的远马 扬边略作驱赶 放松手里的缰绳 让左侧的远马 紧挨着路标驶过 挨静的似乎拐弯标志 就要碰上战车轮毂 但你定要当心 那白石 切不可丝毫擦伤马匹 砸坏战车 那会使他人高兴 自己把机会丢失 而阿 一定要运用技巧 小心认真 你只要能在拐弯处 超过其他对手 便没有人能再超过你 或把你赶上 即使他驾驭的是那匹神鞠 阿里昂 阿德瑞斯托斯的 由天上神明养育的快马 或是拉奥莫东驾驭的 托洛亚两种战马 尼流斯之子 尼斯托尔说完 回到座位 对亲爱的儿子 渐渐计数 细细吩咐 莫里奥尼斯 是备好长宗马 参赛的第五个 参赛者跳上战车 把鞠抛进头盔里 阿基流斯把头盔摇动 安提洛克斯的鞠 首先跳出 接着是欧姆洛斯王的鞠 然后是阿特柔斯之子 枪手 莫尼拉奥斯 莫里奥尼斯排位第四 最后一个鞠 属于他们中最杰出的车手 提丢斯之子 车手们站成一排 阿基流斯向他们指明 远处平原上的路标 委派他父亲的侍从 神样的弗尼克斯 在路标旁 专司督查 观察竞赛 真实地向他禀报情况 参赛者同时向他们的马匹 扬起响边 抖动缰绳 威严地向他们大声吆喝 催促起跑 马匹迅速奔上平原 把船舶远远抛在后面 飞扬的成土 在胸下盘旋 有如云团 有如迷雾 棕毛向后飞扬 顺着急速的风流 亮亮战车 一会儿接触风饶的大地 一会儿蹦跳空中如飞 欲者在车上稳稳站立 胸中的心脏 蹦跳不停 渴望胜利 他们不停地腰和马匹 快马扬起 滚滚尘埃 在平原上飞驰 急速奔驰的战马 很快跑完一程 折向灰色的大海 每个人都开始显露自己的才华 赛城开始催促战马 培瑞斯的后裔 欧莫洛斯的快马 一下窜到前面 紧爱他们的是迪奥莫德斯的两匹公马 特洛亚两种 紧紧追随 至此距离 好像就要跳进欧莫洛斯的战车 把头直升在他的脑袋上面狂奔 传出的热气 喷向他的颈驳和双肩 迪奥莫德斯 本可以超越或者跑平 若不是福波斯阿波罗 对他怨恨未消 把他手里那条闪亮的鞭子 打落在地 迪奥莫德斯 立即气愤地泪水盈眶 眼看着欧莫洛斯的快马 向前奔去 自己的马匹越拉越远 无边驱赶 阿波罗捉弄提丢斯之子 忙不过雅典娜 女神迅速赶上正交集的士兵牧者 把鞭子交还给他 给马灌输力量 女神又愤愤地追上阿德莫托斯之子 狠狠砸断马颈上的圆鳄 那两匹磁马急速地奔出跑道 圆杆掉到地上 欧莫洛斯被甩出车外 掉到轮边 声声擦伤两只肘绑 嘴唇和鼻尖 砸破了眉上的面额 苦泪充满双眼 喉咙失去了原有的清脆悦耳的嗓音 提丢斯之子驱赶丹提马从旁边驶过 把所有其他对手远远地抛在后面 雅典娜给他的马匹活力 给主人胜利 迪奥莫德斯后面是金发的莫尼拉奥斯 安提洛克斯对父亲的马匹大声吆喝 你们也要快跑 尽可能迈开脚步 我并不要求你们同前面的那些马竞赛 那是勇敢的提丢斯之子的马匹 雅典娜鼓动他们驯跑 把胜利赐给迪奥莫德斯 但你们得追上阿特柔斯之子的马匹 不要落后 赶快追赶 他的埃特还是匹瓷马 不要让他羞辱你们 朋友们啊 你们为什么这样缓慢 难道不知道会怎样结果 士兵的牧者 伊斯托尔会不再照料你们 给你们一刀 倘若只因为你们疏忽 使我们得略奖 现在你们快跑 全力把他们追赶 到了前面那个窄道 我会巧妙地从旁驶过 我知道如何对付他们 他这样说 梁匹马害怕主人的威胁 暂时加快了速度 坚毅的安提洛科斯 发现前面的道路凹陷 路面变狭窄 那是一个陷窝 冬天淤积的雨水 冲毁了部分道路 整段路面被毁坏 莫尼拉奥斯 占据着正道 担心碰撞 安提洛科斯 赶着单体马 偏出路面 稍许侧向一旁 急速向前超越 阿特柔斯之子 不经一惊 对他大喊 安提洛科斯 你发疯了 赶快勒住马 这儿路面狭窄 前面很快会宽坦 可别在这里撞车 让我们俩一起遭难 他这样说 安提洛科斯 装作没有听见 更加卖力地 扬边驱赶战车和马匹 他们并排劫持 相当于一个青年 试验力气时 尽力挥避制出的铁饼 飞行的距离 莫尼拉奥斯 很快落后 因为他自己 故意不再催促 那马匹 担心单体马 会在窄道上 互相碰撞 把他们的精致 战车撞翻 车手自己滚进尘埃 只因一时 求胜心切 惊发的莫尼拉奥斯 愤怒地对他大喊 安提洛科斯 有哪个遇者 比你更危险 你走吧 阿凯奥斯人 都以为你富有理智 但你不就这件事起事 终得不到奖品 他这样说 又大声激励自己的马匹 不要迟缓 不要伤心地放慢脚步 那凉匹马的提脚和膝盖 定会比你们更快贪软 因为他们早就不年轻 他这样说 凉匹马 害怕主人的威胁 立即加快速度 奋力追赶向前 阿尔戈斯人 围坐一起 观看比赛 车马在平原上 扬起尘土 飞驰而来 克里特人的首领 伊多默纽斯 首先见他们狂奔而来 因为他独具高处 他听见一个遇者呐喊 虽然很远 但已经变出声音 还看见前面的快马 那马全身枣红 前额中央有一块光闪闪的圆圆白斑 圆的像满月的银轮 伊多默纽斯站起来 对阿尔戈斯人大喊 朋友们啊 阿尔戈斯人的首领和军王们 仅我看见那些马 亦或你们也看见 领先的似乎已不是原先的那些马匹 遇者也换了 可能欧莫洛斯的车马 在平原上遇了险 他们原先跑在最前面 我清楚地看见 他们首先拐过路标 现在我的双眼 把整个特洛亚平原到处找遍 也未能发现他们的踪影 可能他将绳已经脱手 在拐弯的时候 未能灵活控制马匹 出了险情 他准是在哪里 被甩出圈 战车被碰坏 两匹战马 一时受惊恐 失控狂持 但你们自己站起来看呢 因为我自己也难以完全变清楚 远处出现的那人 似乎是埃托利亚出生 阿尔戈斯人的首领 驯马的提丢斯之子 勇敢的迪奥默德斯 杰族的奥伊留斯之子埃阿斯 粗声反驳 伊多默纽斯 你不要叙叙叨叨 过早下判断 那两匹在平原上奔驰的瓷马 离我们还很远 你在阿尔戈斯人中间 不算最年轻 你脑袋上两只眼睛 也不算最锐敏 可你总是蓄刀没完 快不要这样 喋喋不休 这里许多人都强过你 跑在前面的 还是原先那两匹瓷马 欧莫洛斯本人 也手握缰绳 站在车里 克里特人的首领 怒不可遏地回答说 埃阿斯 你这个最爱争吵 好骂人的家伙 哪方面都不像阿尔戈斯人 习性也可恶 现在让我们赌一只三脚顶 或一口大锅 让阿特柔斯之子 阿加门某 为我们作证 你必须带赌书 才会认出谁的马领先 奥伊流斯的杰族 埃阿斯 听他这样说 立即站起来愤怒地大骂 伊多默纽斯 他们两人本会继续争吵 没完了 若不是阿基流斯 亲自劝阻这样说 埃阿斯和伊多默纽斯 你们不要这样 互相恶语相伤 这与你们不相疑 如果别人这样做 你们还会择浅 请你们安静地坐在圈子里 观看竞赛 参赛者眼看就要赶过来 夺取胜利 那时你们都会很容易辨别清楚 阿尔戈斯人的战车 谁跑第二 谁第一 他这样说 提丢丝之子 劫持而来 不断地挥边赶马 每次都举臂过肩 赶得马匹高高地腾起 奔向终点 滚滚席卷的尘土 灵面扑向御者 镶嵌着黄金白皙的战车 紧紧跟随着狂奔的劫足马匹 战车快捷如飞地向前奔驰 急速旋转的车轮 只把轻微的折迹 留在后面细软的尘埃里 迪奥莫德斯来到赛场中央 勒住马 陆陆汗水 从马驳和胸部 滴向地面 他自己一跃从闪光的战车 跳到地上 把马鞭医割车园 勇敢的斯特捏洛斯 毫不迟言 迅速领来优胜奖品 他把女人交给高傲的同伴们带走 把戴尔三脚顶也交给他们 再献马解园 接着来到的是 捏流斯的后裔 安提洛科斯 他胜过莫尼拉奥斯 靠计谋 不是靠速度 但莫尼拉奥斯 仍赶着快马 紧随其后 也如一匹马 拉着车 载着他的主人 在平原上飞奔时 车马之间的间隔 马匹的尾踪扫着轮圆 车轮紧挨着马匹旋转 中间只有那一点间距 马拉着车 不断奔驰 莫尼拉奥斯 落后 安提洛科斯 也只有这样的距离 莫尼拉奥斯 起初落后 相当于铁柄飞行的距离 但很快 驱马赶了上来 阿加门龙的 美丽的埃特 拼命追赶 倘若他们的竞赛距离 再持续一段 莫尼拉奥斯 本可以超过 获得胜利 伊多莫尼斯的高贵侍从 莫尼奥尼斯 落后显贵的莫尼拉奥斯 一头枪距离 他的长踪马 比所有参赛马匹都缓慢 他本人的赛车技术 在参赛者中最低略 最后到来的是 阿德莫托斯的儿子 拖着那辆精美的战车 赶着前面的马匹 神样的杰族阿基留斯 见了不惊怜悯 站在阿尔戈斯人中 把有意的话这样说 最优秀的遇者 最后一个赶来单提马 我们应该给他相应的奖励 二等奖 提丢斯之子 迪奥默德斯 仍然得头奖 他这样说 众人赞同他的提议 阿基留斯本会把马 奖给他 因为大家一致同意 若不是勇敢的 捏斯托尔之子 安提洛科斯 向佩留斯之子 公正的抗议 阿基留斯 如果你真按刚才的话作 那会激怒我 因为你想夺我的奖品 认为他虽然毁坏了战车 惊吓了战马 仍是未杰出的御守 他本应该祈求不朽的神明 便不会落得最后一个 如果你确实可怜他 他也令你喜欢 那你的营帐 有无数的黄金 无数的铜块和绵羊 无数的女服 和无数俊美的单提马 你以后从中取些给他 哪怕更珍贵 或者现在就取来 好博得大家的赞赏 我不会交出这匹瓷性马 如果众位有谁想同我鄙视 不妨过来交交手 他这样说 杰族的阿基留斯微笑 心中喜爱亲爱的朋友 安提洛克斯 立即回答他 说出有意飞翔的话语 安提洛克斯 既然你要我从营帐里 另取些东西讲给他 我按你的话去做 我把从阿斯特罗帕奥斯那里 夺来的那副胸甲 做奖品 那是一副铜甲 周围镶着闪光的白皙 与他很相宜 他这样说 吩咐亲爱的侍从奥托莫东 回营去取胸甲 奥托莫东取来交给他 由他交给欧姆洛斯 欧姆洛斯高兴地收下 莫姆洛斯这时愤愤不平地站起来 他对安提洛克斯仍然满腔怒火 传令官把权杖交给他 呼吁阿尔戈斯人安静听讲 神样的英雄开始这样说 安提洛克斯 你是个聪明人 却干了好事 你辱没了我的技能 阻碍了我的战马 让自己的马急持 尽管他们差很多 阿尔戈斯的首领和君王们 我请你们对我俩做出 不偏不倚的公正评判 使穿铜甲的阿开奥斯人 都不敢这样说 莫列拉奥斯靠谎言 打败了安提洛克斯 得到了那匹瓷马 但他的马匹慢得很 他自己也是靠地位和权力 才超过他人 还是让我来评判吧 我想没有哪个达纳奥斯人 会有异议 评判会公正 宙斯抚育的安提洛克斯 快站过来 按照传统 站到马匹和战车前面 手握你用来赶马的 那根柔软皮边 轻浮站马 凭阵地和绕地之绳启示 你刚才阻扰我奔跑 并非有意识诡计 聪明的安提洛克斯 这时回答他这样说 请不要再生气了 我比你年轻许多 莫列拉奥斯啊 你既未尊又贵险 你也知道 年轻人容易胆大妄为 因为他们性情急躁 思想狭偏 请你平息怒火 我愿把这匹马交给你 你如果还想得到 我家里更好的东西 我也甘愿 把他们立即取来送给你 宙斯抚育的人啊 我不愿如此 失去你的好感 作为伪士者 得罪于神明 好 河马史诗伊利亚特 第二十三卷 第二部分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